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 非常难得 我们请到唐邦正伟早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有 谢庆祥、谢董事长 来帮我们做这个精彩的演讲 因为唐正伟各位 如果还不知道他 可能不一定认识他 但才不知道他的话 那各位可能真的是怀心的 这阵很多各国、国际的媒体 都非常佩服唐正伟 在这阵疫情的过程 他所扮演的角色 配合我们疫情防疫中心、陈指挥官 把IT、AI的能力充分的应用 是很多国家学习的对象 所以前一阵我到他办公室去拜祷邀请他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韩国的邀请 或者大家一起没办法过去 但是我也看日本资金新闻的报导 他们就说 就直接请政府来去那边 当他们的部长就行了这样子 不过我们很多时间把政府送给了这样子 那他真的是 第一个是工作很忙 再一个 他今天也是 还有些家庭的活动 我也拜托他 他还请示这个妈妈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孝顺 那难得播出这一个时间来 那台湾在医疗 在这次疫情里面 医界跟IT、产业结合所产生的成果 是这个取释啊 共同的这个 那也非常的佩服 那我们唐正北当然 急功绝尾 不过他都很客气这样子 所以我想怎么样了解 因为我们大杜山 我们叫做大杜山 产业创新 我们就是希望 让各位学员 是在企业界 不管理负责事业 或做企业经理的人 那么不断的在思考 怎么样 从我们传统的产业 加上新的科技 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那 认为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我们常常觉得政府 是更传统更保守 你在这样子的机构当中 能够创造一个 可以说世界公认的一个奇迹这样子 是非常的难得 那我想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值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特别邀请他 那我们谢震和同事长 下午我们也要请这个谢董事长 因为谢董事长 我们也都是 拜托他本来今天也是有活动的 那我们说拜托 来今天就这样子 那我们几乎每一集 结果像是我们每一集 都有请到这个谢董事长 那学与们都非常喜欢这个人 谢董事长给他的这个分享 所以我想我就报告 因为部长 刚刚还有别的事情 他没办法先自来这样子 那这个我想各位能够谅解这样子 那是不是我们就掌声欢迎阿华 谢谢 那大家早 非常高兴 我记得接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演讲多次没有要讲什么是靠大家决定的 所以麻烦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那如果打不开QR Code 或者是用电脑的话 可以进入slido.com 然后输入516 516不用警号 那不管是输入slido.com 516 或者是扫QR Code 大家都可以到一个线上的聊天室 那这个聊天室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它是匿名的 当然你要居民也可以 它预设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问一些很直接的问题 然后我们知道说大家都在画手机 没有人知道是谁问的 所以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它可以按赞 就是别人如果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知道 觉得说它比较重要的话 那你可以按赞 那赞的数量越高 越会跑到就是顶上去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概从现在到中午 我们中间是不是稍微会休息一下下 但是这个休息时间 还是可以继续问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完全以按 照大家按的那个赞的数量 作为就是我回答的这个次序 那像这个 因为我有没有问说 预估疫情何时会结束 我想接着大家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很欢迎大家 持续在这上面发文 那我们大概就是 以大家的问题 作为我演讲的这个 agenda 这样子的 ok 吗 那如果大家就是 竟然没有戴手机 现在几率实在不高了 那也很欢迎就是 就是请旁边的方法输入 或者是随时都可以举手 那举手发文的 有限顺序是 包括萤幕上面的 所以萤幕上面的话 就是如果觉得 我回答的不够精准 不够到位等等 除了它可以在 右下角追问之外 那也可以就是 随时举手发文这样 好那我们就 不多说 我们就就开始 问这个 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核实会结束 好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概 这个不错 源源不绝的干事都要出来了 Keep it coming 很高兴 可以有这么多的问题 等一下 抱给你们一下 好 那 确实这个 第一个问题也是 昨天班晚 我就是跟着 陈庄指挥官 然后还有就是外交部的同仁嘛 还有我们的医疗大使 无人所大使 那我们昨天晚上的 大概跟12个不同的国家 大概都是部长 有一个在WHA以前的一个视讯会议 那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视讯会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次WHA自己也变成了视讯会议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疫情的关注 已经把就是我们所有的台湾农事 都已经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程度 那在昨天的会议上面 也有很多就是 其他国家的卫生的部长 或者这些相关的官员 都表示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看下来台湾就是实力来看我们做的方式 那来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疫情的对应里面 有一些更多创新的一些想法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当然疫情直到疫苗研发完成以前 大概都不能算是结束 它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一波 如果把那个R值就是它的传染树 控制住的话 那我们可以生活不受影响 那生活不受影响 并不表示结束 因为它随时可能重新开始 我们边境这个放松的话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目标就是聚焦在那个边境管制上 只要是对方的那个国家 像昨天有很多人问说 我们这边数字也很透明 我们上期以前也可以做筛检 那到底要不要让我们过来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我想这个就是接下来 就是最关注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在国际上面 那对于说足够透明 足够给得出交代的国家 直接有一个共识的话 那它来这边 再经过一定程度的快晒 以及这个就是自我防护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疫情 大概就是保持在 我们现在这个level 就是不太影响大家生活 那这个level 那就是脂肪还可以大 等等 那但是在全球来讲 疫情要结束的话 那必须要是疫苗的量产 那现在大部分的模型都是说大概是年底 但是如果运气不好 也就是如果病毒突变 或者是疫苗的生产上面出现一些变数的话 那就要到命了 那所以以全球来讲这个疫情 还会跟我们一起相处一阵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就是在国际的关系上面 我们之前 好像我前两天 才跟一个就是法国的一个NPO 他叫French Tank 实际上是他们的外交部主导的 对一个NPO 那他们以前都是说 希望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法国创业 或者是在法国加入他们的公司 或者变成他们在亚洲这边的就是一个hub 等等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结果他们接到了非常多反向的需求 就是很多法国年轻人想要来台湾 想要来台湾在这边创业 因为他们在那边也lock down 反正什么事都不能做 不如来这边待个14天 之后这个就是食物啊 宽品啊 所有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他们最重视的就是 他们有些创新不会被征服这个征收或打压 这个我们通通都可以给 我们并没有比法国差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紧急改变他们的网页 把本来是outbound的一个网页 改成inbound的网页 不然这个NPO要没有生意了 所以就是说 疫情非常快结束 当然是我们的希望 但是疫情没有那么快结束的 the rest of the year 就是到今年年的一切 台湾是有一个好夯 转身英镑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存在 那这个也是很实际的情况 也是跟各位分享 好 就是什么身份证号都没有 我们现在来重新的一个目击 不是吗 事实上目前的情况就是 大家在就是进出就是工与大厦等等 展场什么的时候会要换证 那换证时候很多人就把自己的身份证 留给来的警卫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自然上面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一个动作 但是明天这样子做我们难道禁止吗 所以所以目前是没有禁止 那事实上事实上是这样子 或者是说我去演讲啊 或什么 那常常就是会有就是 应该是出那相关的朋友 问我说那身份证都不可以给我阴影正反 他也不是只是阴影面 他正反两面都阴影 那正反两面阴影 从我们自然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疯狂的事情 因为他正反两面都阴影 我怎么知道他不上彩色影音机 他如果上彩色影音机的话 那以目前的这个伪造的技术 他弄一个跟我即可乱证的身份证 那个是一瞬间的事情啊 所以我是觉得我的照片也加影音了 我有一个就是已经把一些就是 八扣已经画掉了一个复印本 我说我可以传给你 但你拿我身份证去影音好像都别想 对 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新版身份证没有它的自然疑律 而是说你拿纸版身份证整天在那边换证跟影音 现在的这个疑律是非常非常大的 除非是说我们现在都不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这些事情都不存在 那当然我们可以来讨论说 那新版的身份证是怎么样 但是从我们角度来看 就是新版的身份证先不管它灾然凭证的那个部分的话 纯粹就它的卡面的资讯来讲 它事实上是本来的身份证的一个领头 就是它只有绝对必要的 它比方说它只有这个你有没有结婚 但是没有留这个你结婚的人是谁 那所以就是经过社会沟通之后 就是大家觉得留有没有结婚还是很重要 但是因为跟你结婚的人那是他的个子嘛 那就是影音的时候就是一并把他人的个子交出去 好像也那里怪怪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在法委上面 那因为新版的规划 它是比旧版在法委上面多了非常多的设计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你基本上在以后 我们是希望可以不要再留身份证正反面 哪个别人里面 或者是身份证留在那边 然后去换诊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那可以非常简单的就试别你 但是试别你之后 它没有办法存取到你的一些就是 比较好比像说你的户籍币址啊 住址啊 配偶姓名啊 父母姓名啊等等的这些 我觉得是就是各自上面造成相当混绕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所以它是跟现有的相对人去比较 那当然就是说这是各自的部分 那资恩它完全另外一回事 大家就会觉得说 调平方的健保海 健保海的资恩 它事实上不是靠那场卡来确保的 是靠健保署的一套特殊的叫做BPM 就是一个它的内部网络来确保的 你如果没有接取到那个健保署的BPM 或者说你没有医师人员卡的话 你就算捡到我的健保卡 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冒充我去领药啊 或怎么样 因为你要嘛你的也是医师人员 那这样的话 插得上医师人员卡 你就要负责 要嘛就是你必须是健保署的合作机关 那这些都是语音文写在 就是健保署跟它授权的办法里面的 那十分正确实 在我们以前 它跟自然评证是两张卡 是拆开的 所以我们自然评证 自然评证的运作规范 那大家可能一年会找出来一次 那我也就是一年找出来一次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 在里面做什么 那但是它的规范就是 插卡的时候 才表示你有签章 或者是 就是有认证的这个工作 那身份证完全是广学的嘛 完全就是勇看的 那我们未来呢 其实在这个规范里面 它也是可以拆开的 就是我们之后在犯法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三个选项 就是说你要办身份证 然后我要就是免费 在里面加上自然评证的功能 但自然评证还是要插卡 不是说感应你就签章了 感应就签章 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还是得插卡 还是得输入八位数以上的密码 因为现在大家的自然运势挺高的 所以以前那种六位数密码 已经就是觉得不太够用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必须插卡 然后输入八位数以上的密码 这一种选择 那第二种选择 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把自然评证压进去 那只是一张一般的身份证 那然后但是呢 你自己花钱 然后四百块之类的 希望可以搭个车 那再办一张自然评证 所以你一次办 身份证换领 就两张卡给你 这是第二个选项 那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么已经有自然评证 要么你用不到自然评证 那你就是指定一张身份证 里面也没有自然评证功能 大概就是这三个选项 所以我想就是 如果对于自然评证 就是牵上这个 身上没有用途 没有疑律的朋友 那你就选第三个选项 说真的我们也并没有觉得说 一定要你有一张自然评证 只是说有的话 以后就是插卡做电子文件前书 可能会比较方便而已 那也是我们在很多 比如说偏向医疗 之前那个有一个蓝语 好像就是他们这个医疗后送 然后晚上这个就是天气不好 直升机还发生意外等等 那当地的朋友也都告诉我们说 如果当时就是有一个很方便的 就是用自然评证插卡 就可以调取医疗记录 然后让在地的护理师 能够去跟转科医疗等等 直接视讯会诊 然后去把他在那个男人的病例 调过来的话 这样子的互相交换 对于就是在地的朋友们去相信 在地的护理师 或医疗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自然评证 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只是说之前因为 鼓起率不够高 那大家用的就是方式 不太就是方便而已 那但是现在我想 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就是愿意办的人办 那当然最后还有 除了刚刚讲的 三能课证之外 还有朋友觉得说 就是他很容易的就是 会被打下来 就是会有 好比像说 像那个晶片的那个生产商 那他当然一方面去做 这个美国的这个晶片 他们的现在所有的real ID嘛 那都是这家公司设计的 但是他也同时去做 PRC那边的生意 那所以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哪里边的 还是他只是纯粹提供这个设计图 那我们当然是给台积电去制造 那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说 那如果有后门啊 或者是说如果 他去行投测啊等等 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合理的 那我们在自然上面的概念啊 叫做渗透测试 那就是说 就是我把所有的包含驱动城市 等等人员是吧都交出来 然后我们就请白帽骇客 白帽骇客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自然的攻击能力 但是他打下来的时候 会跟你分享 他怎么打下来 他不是拿去赚钱了 他就是去跟你分享 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 赏金恋人的活动 那以目前的规划啊 因为明年这个就是 一月到底发的出来 现在没有人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假设 一月发的出来的话 那我们本来的规划就是说 一月到六月 那就是像以前 健保艾斯卡 一开始在澎湖事办一样 那我们也会去澎湖事办 那但是有很多那个 国际上面的白帽骇客 告诉我们说 为了要去领你们的这个赏金啊 我还要专程飞澎湖 虽然我觉得澎湖很棒啊 这个观光啊 海滩啊 也都是非常美的啊 但他们不是很想去澎湖 他们很想去新竹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说 在澎湖或新竹的人 他可以完全自愿 不是强迫的 在那六个月里面 他只要设计在那边 他就可以去自愿 幻发这个新的身份诊 那他的幻发 同样就是3.1的这个模式 那我们就会请 这个国际上面的 自然海客 那跟我们这边的 白帽骇客的高手 那其实我们的能力 也是很强嘛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 抵抗CTF 等于是他们的 就是年度的奥林匹克 那台湾对于是 赢第二名嘛 就是仅次于美国啊 希望今年这个赢过去 但是因为就是说 我们的能力也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会 请这些朋友们 那去跟我们资安数合作 那在这六个月的测试期里面 尽可能就卡打下来 那如果真的打下来 真的找到说 有买什么后门 或怎么样的话 那我们就通常 后面就不发了 或我们就 就可能就是 开始要打估计官司 那但是如果 他是找到一些 和我们系统设计的数额 不是卡的问题 而是系统的问题 那我们系统要赶快 在那个时候补墙 那如果卡也没有问题 系统也没有问题 我们才慢慢的逐步的 而且是资源的去换发 所以大概目前是这个节奏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大家可以 借着这个 关心这件事情 然后去想说 那我们未来有哪些 这个攻击的方面 那攻击如果真的生效的话 我们这边当然随时修改 我们并没有觉得说 要不要有问题的东西 要给大家 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如果没有 一段这个测试期 然后让这种定件 三海科的话 那其实很多都是 是基于可能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想象 所以他们会指出说 这个技术有问题 这个技术有问题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技术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要用新的技术 先做出一小皮来 那如果大家测出来 发现有问题 那我们认了 我们就来看 那如果测出来的鉴定 你打以这个将近 那但是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也希望说 就是自然界的朋友们 能够对这个东西 稍微的能用信息 那当然 如果你从头到尾 用不到自然的品证 那就不要办自然的品证 就是了 所以这是目前很基础的 一个想法 我想有这个疑虑是很好 因为有这个疑虑 表示大家忠实 如果大家都没有疑虑 表示 所以自然跟格子疑虑 都不忠实 那我们问题就很大 所以其实很希望 有疑虑的朋友 能够就是 来帮我们一起看这件事情 那有一位朋友 这个有一个追问 追问是说 那今天甚至 有没有被追踪的 这个疑虑跟风险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你在整份RFP 就是他们这个 系统建制的那一个 就是RFP里面 其实那个规格里面 我会就是看到这个 质疑 然后我去看他们 旧版的文革 发现他真的追踪 有出现两次 但是这两次是什么呢 是说 你如果办卡的时候 有碰到问题 你打电话去给 那个客服专线 那个客服专线 要追踪 你的这个客服案件 到底有没有办到 你满意为止 他可能是要做 后续的这个Follow-up 就是说 他不像说 你如果制卡过程 你也发生了问题 或者是说 你想去别的地方换领 或者是说 你身份证掉了等等 那他这个CRM 就是跟客户 关系的系统 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去追踪说 客户的最后到底 满意度如何 而不是接了那通电话 就算了 那但是他不幸 就是说他用了追踪 两个字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我的这个 到处使用的 会被追踪啊 但是就是那一段 如果你不断上去 你的话 是出现在那个客服 就是customer support 的那一边呢 那所以我也特别 跟内政部讲说 这个你这样子用词 这个似乎是 找自己麻烦 那所以他后来 就把这个 就直接改成了 就是我记得 好像就改成这个 就是support 就是基础支援案件 或者是其他客户服务 安全的这个 后续管理 就就是这样子 因为那本来的意思 也不是要追踪你的 卡片的运用 而只是就是你大片话 去说我的卡片 发生问题了 你要换一张给我 然后这件事情 本身它或许到底 有没有换到你满意为止 那所以我想这个 是一个误会 不过这个误会 当然就都是 就是我们的错 绝对不是大家的错 那但是这个在新版的RFP 就是现在已经公开上网 那个车已经开过来了 大家如果在上面找的话 在customer sample那边 应该是找不到 追踪这两个资裁 对其实本来 本来就不是在这个规划里面 好 那当然 这边也会有一个 资安的 大家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掉了的话 那灾然变成掉了 你是可以挂石的 挂石之后呢 它就被停用了 那停用这张卡 所以就表示 我每次使用的时候 你要首先 验这张卡本身 是不是过期 然后再问说 这张卡有没有被挂石 那难道这个被挂石 不是回去内政部问吗 回去内政部问 你不就知道说 这张卡今天有在这边使用吗 那这个才是大家 对于追踪的一个疑虑吗 就是说 你就至少知道说 这个卡 在哪一个地点 几点时间几秒 正在被使用 虽然你不知道Purpose 但是你会收到这个讯息 那内政部如果没有管好 这个讯息的话 那是不是会有很大的疑虑 但不过也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其实以我们目前 虽然你这能用方法 就是在机构 或者在其他地方 怕你让我来报税啊等等 其实它是反过来的 就是说这个机构 它每天两次 从那次部去下载 已经被挂石的 卡片的这个清单 而且这个是卡片的 这个内部号码 不是你的身份证字号 所以它也没办法 对应你的身份证字号 所以它每天抓 这两个清单下来之后 它就存在它的机器上 这样子的话 它在刷的时候 它就不用去等网络联系 因为我们就不一定闻啊 也可能断掉啊 那所以 事实上它是local 也就是在它的本籍上面 你在使用自然品证的时候 去跟它 在就是 所谓的时效清单 这个去进行比对 并不是送讯号 到内政部那边 也不是online 那而且 其实这样子做 他们的评论费用 是比较省的 因为它每天只要下载 跟上一天 跟上一次下载 不一样的 就是多挂石的那几帐 就可以了 而且就算 你一下子点线实在 你就再try个几次 就可以了 那所以大部分就是 就是 比较有 有 就是budget 就是有 就是 预算一时的 这个系统设计者 都会选说 就是我下载细效清单 而不是及时 线上去验证 线上去验证 也是有 那大概就是在边境管制 就是e-gate 的那一个状态 那当然是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是被挂施了 或者是就是 限制出境或怎么样 我总不能等半天 才让它生效 但是那个是有 就是法律去授权的 就是在出入境管制 那其他的就是 在境内的运用的话 大概就是 都是透过这种去下载 市场清单的办法做 所以这个风险也是可以 就是 尽可能向低 不过很高兴大家 关心这个题目 很高兴大家可以继续提 这个题目 有十位朋友们会说 分享出台湾如果以AILT 延伸台湾服务业到全球的策略 那些会是比较优先推行的产业 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其实我很高兴看到这个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清大跟焦蛋 都有过一些论坛 然后之前在那个主客 对有一次论坛 我就说我们应该要延伸我们的这个最好的 这个是能够世界化的服务 然后跟我们的产品 然后把服务放在前面 然后跟我对台那位校长就说 这个就看得到世代的差异 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 是总是产品放前面 售后服务啊 就是服务总是跟在产品后面的 但是服务放在前面是 就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思考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大家可能可以想一想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以前说Made in Taiwan 指的是说它的这个组装 它的这个设计 它的包装等等是在台湾完成吗 那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在 好朋友昨天跟各国的卫生部 分享台湾模式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Made in Taiwan 就是说这个模式的形成 是台湾人一起去形成的 那这个模式的实践 是台湾人一起去实践的 这种就是公部门 私部门社会模式 社会部门合作的这个模式 也是Made in Taiwan 但是它所描述的 就是一种服务流程 一种服务体验 而完全不是特定的这个硬体 或者特定的制造 它发生在哪里 那些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还是Made in Taiwan 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就 对Made in Taiwan 可能要有两个就是不同的意义 那它会存在 那对我来讲可能服务 它的传播是特别快 因为用他们在底的材料 也可以重现我们的服务 那但是我们的材料 当然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他们 只是一下子 不strap 起来的话 那也可以来来运用我们的 那至于说这个优先推动的产业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是 我没有特别觉得说 这个要有产业别的限制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从每一个就是解决方案 它需要用到什么样子的产业的时候 是从就是后面的那个需求去带动的 所以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这个总装备黑客松 它是一个每年都进行的 我们今年才就是 刚刚有200多个提案 那这个总装备黑客松是蛮特别的 就是它是一个服务创新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公共部门 我们叫做公务员嘛 就是公共服务嘛 就是我们也是服务业 提供公共服务 只是说第一个 我们不能拒绝我们的顾客 那然后第二个是说 这个我们的顾客 那些没有再使用我们服务的 反而是我们最关心的 因为表示是特别弱势 或者是特别没有接取的这个能力 那在一般的服务业来讲 如果你不是顾客的话 我不会放那么多力气 试着让你成为顾客 所以它本质上 还是跟一般服务业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 服务创新的模式来思考 那所以我们在总装的黑客松 就是我们这一个大的服务业 公共服务业 就是每年去跟我们的厉害关系人 沟通的一个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去提案 那提案就是扣合到联合国的 17个永续发展目标 也就是17种这个整个社会关系 能够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当然是在中间 我们是促成跨部门的合作 但像今年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是如何健全生活品质 然后永续成乡 然后工业化创新跟基础建设 这个是今年两百多个题目里面 就是比较多人关注的一个题目 那每个题目的样子 就是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它都是一个Data Collaborative 那什么是Data Collaborative呢 就是说我们去有一群人去产生出资料 然后呢这群资料的产生的人 想要达成一个共同的公共利益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联系 就是能够采取这些资料 就是Data Supply的这些硬体等等的这些业者 然后呢再去联系能够加持的这些朋友 那因为我们在台中 所以我当然就是把空气盒子当例子 那空气盒子就是一个很有效的Data Collaborative 那它事实上也是总统被黑客 从非常常来投这个案子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AILD 怎么样子发扬到全世界的一个例子 空气盒子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我就不多说 它是一个PM2.5 或者其他空气品质的一个两色装置 相当的便宜 逊州有做嘛 事实上很难 好几家都有做了 那这个盒子因为它够便宜 最常变成我们小学的环境教育的教材 那在环教课里面老师就是带着学生 去拿着这个空气盒子装在学校里面 比较适合做空气量测的地方 因为它湿度不能够太高 它的高度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等等 不然它那个数值是不稳定的嘛 是错的 所以光是这件事情就告诉大家说 资料的产制这些事情 其实是Labor 就是我们必须要付出心力 付出劳力的东西 不是好像我们被动的在这边被采集 而是我们主动的去贡献 我们学校的和我们阳台 周边的这个环境资料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说 他们还写到一个分散式的账本里面 分散式账本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 谁都只能够写入 谁也不能够去篡改 谁也不能够去 就是有个时光机回到过去 去改别人的数字 你只能加上去 也不能够减掉 那所以呢有这个账本 那是中研院的 从陈林志老师所建制的 LASS的这样子一个社群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 目前及时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社群 就会做很多应用 有个叫子曝在哪里吗 就是去看说 每次发生子曝的时候 它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当公民社群有这个 现在应该已经快要上万了 就是几千个点的时候 当时的幻光数 大概四五年前 只有八十几个策展 然后都离大家很远 那所以如果你有个很精准的策展 但是离你家很远 跟你旁边的两个国校 都是策展 没有那么精准 那离你很近 你一定是相信那些小学老师的 大概不会去相信环保署的 那这个我们在国际上面分享 这个LAT的案例的时候 大部分的国家的这个 环子部长 就会非常的这个惊讶 尤其是亚洲临近国家说 为什么你可以让他们长到 两千个人还不抓起来 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非常威胁 他们政府公信力的一件事情 怎么可能可以相信这些 所以这个民间的朋友 他们如果篡改啊 如果去做很多这个 不良的应用的话 那是就是动摇这个 他的环保署的 公信力的这件事情 那因为台湾 我们知道我们是 全亚洲最开放的公民社会 所以我们一向都是 最终公民科学 我们都是保持着 打不过就加入个精神 因为你一定打不过 那就是你要跟环团 跟这些社会部门 比公信力的 不可能的 所以总之就是我们一定 打不过我们就加入 那我们加入的方法 就是编了一个叫民生公共 无联网的一个 计划的预算 透过前瞻的数位建设 去确保说这些朋友们的资料 都可以存在我们国网 那我们国网是全世界 前20产的超级电脑 所以如果任何老师 对这个就是他的 就是破产模型啊等等 有那种试算的 AI的算法的话 他不需要自己去 去组很贵的运算 那么他就可以直接 就我们叫做就地计算 Inplace Computing 直接去把这些 民间朋友们的这些资料 放在国网的机器上 然后老师们就可以 自己上载这些模型 来去公开的算 那这样我们也会避免以前 他各自用各自的资料 所以你不知道是 他的模型好 还是他的资料好 的这个流弊啊 那所以民间就很愿意 跟我们合作 但民间跟我们合作 是有对价的 因为他们的谈判程度比较高 所以当时那个空气盒子那边 就谈判的时候就说 好啊但是你要帮我们 补上这些空缺的部分 那这些空缺的部分 是什么呢 很多是在工业区 就是说他们总不可能闯 进工业区这上面 架空气盒子吧 明天就被拆掉了 所以我们就经过盘店 盘店之后就发现说 路灯是政府的嘛 那所以我们就把 空气盒子夹在路灯上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就是说 当我们在这边 建立了这套 台湾模式之后 第一个它就是 真的分散到全世界 任何全世界 只要这种有社会部门 透过它的数据 来做出正当性比 工部门更高的 这种决策的时候 工部门不得不参考 然后成为伙伴 去影响经济部门 去生产他们 所需要的这些 感测器啊等等 这些元件 去生产这些 演算法等等 但是呢 这个经济部门呢 如果就是受到 工部门的监督的话 那大家也可以 有一个方法 做起来好好看 而不是大家互相反话 或者是用不同的资料等等 那大家到最后 是等于叫做 Education versus Signal 就是说 永续发展的目标里面 说大家都变成一个 说那我们发展 是不是都可以 不要牺牲掉下一代 的这样子一种 共同价值 那这个总统麦克松 就是一个很红的一件事情 而且实际上 透过麦克松的平台 有就是分享到全世界 很多理念相见的国家 那像在去年 总统麦克松里面 同一个空气盒子的团队 里面就有一些人 就提出了这个 6.5 就是发展目标里面 60接近水资源嘛 国土智慧选手 对那他们做什么 就是把空气盒子 同一个概念 他们改了一下 做成叫做水盒子 水盒子 就是你放在这个 农田的那个 灌溉渠道里面 它就会去量 这个前三大 污染物质 然后就 一样透过就是 IoT 就是可能是 Laura 或者MBIoT的协定 写到分散式帐本里面 那因为它的 耗电量很少 所以它可以用 电池用太阳能 等等的方式 就可以在水里面 带好一阵子 那为什么他们会提 这个主意呢 当然是因为 因为当时我们通过了 这个新的法律嘛 那如果是 就是农厘工厂 真正造成污染的话 经济不会要 断水断电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可能是他的上游啊 不一定是他本身在污染啊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会想说 没有我要这个自证清白啊 所以他也去弄一个水盒子 然后也放在他的那个工厂的那边 然后他就可以证明说 没有啊实际上是上游来的 那所以就是说 在这整套 这个灌溉渠道里面 的每一个点 除非他本身是污染者 不然的话 每一点都有那个动机 去安装这样子 一个AILT的设备 那我们这个的AILT模式 事实上 比空气的要好酸 因为空气它的那个 扩散模型 常常你在一个地方的污染是 飘到另外一个地方 才落地嘛 那但是水的话 没有这个问题啊 水的话它 它上游就是上游 下游就是下游 所以事实上 这个模型非常容易酸 比起这个空气来讲 所以当时总统在 总看到这个他也觉得 非常值得鼓励 那后来我们还运用 纽西兰的这个资源 我们事实上 就是请纽西兰的代表 就是一起来听 这样子一个概念 因为纽西兰也碰到 一样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问题 比较跟我们又不太一样 他们是那个 就是dairy farm 就是牧场 那每个牧场 都需要上游的水很干净 每个牧场的下游 都说这个牧场无染水 那所以他们的牧场 这个就是不知道 不管大厂杆菌 还是什么东西 是他们的非常大的一个 政治上面一个 那个烫手山鱼 谁碰谁老妹 那所以他们发现说 台湾有这样子 一个made in 台湾的 台湾model 是说每一个 在这个中间的 这些居民 他可以用相当便宜的 钱 跟一点点的时间 就可以建筑出一个很好的 就是水 到底有没有受到污染 到底是谁在污染 哪一个部分 那就是大家都会有 然后不白之鸢的那种感觉 就是促进互信的技术 那这个东西 一下子在纽西兰 那个政派 就很恐怖 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解决的这台机器 它不能直接搬到纽西兰 因为我农田的那种无染 跟这个 这个Dairy Farm 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是机器办公局 而是他们的这个 Govtech 就是类似我们这种 就是在政府里面做创新的 跑来这里 跟着他们的大使 一起去study 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在地造出vendor 我们变成类似顾问的这个模式 那这个比起什么MOU 啊什么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的数据 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怎么train 这些算法的时候 他会像前年的总统 我们黑客松的这个 台湾自带水公司 就是用AI去找到自动漏水一样 那他们当时威林顿水公司 就直接把他们的scala 就是 就是水压水流量 然后用水量 等等的这些资讯 直接交给我们台水的 总统黑客松的特侦团队 去运算 然后去帮他们找到 可能的漏水的点 那其实你得非常相信 另外一个主权国家 你才会把这种就是名声 非常critical的集息资料 交给对方去做运算 这个基本上是 差不多就等于是说 台湾跟牛西兰 恢复通行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你得非常相信 对方的那个政府的数字 是真的数字 对方的法治 跟你的法治是一样的 对方对于自由 重视跟你是一样的 你才会愿意说 把你的国民的一些资料 交给对方去运算 交给对方去做出AI模式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外交的一个model 所以大概就是说 它解决一个 群群共通的问题 好不像接近全资源 好不像机会变迁 好不像说 刚刚讲的永续成像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有一个model 这个model是别人想不到的 或者是别人 以他们的那个 风土环境很难自己产生的 但是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 跨户门的这个model 输出过去 那他们就会发现说 他们那边缺一些东西 缺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边的制造业 或我们这边的咨询服务业 可以去那边补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我们总统被黑客送的一个奖品 也是比较特别 就是说 我们是没有奖金的 那我们的奖品就是 我们每年 会挑出五个卓越团队 然后总统会亲自颁奖 那颁的那个奖的奖座 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就是长这样子 但是这个台湾的形状 底下有个投影机 你只要一打开这个投影机 就会投影出 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 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指涉的 自我指涉的奖杯 那然后 就literally总统杯 你可以召唤总统一个奖杯 那这个的概念就是说 就是你不管花三个月做出什么事情 总统就答应说 我们会穷勤一切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一个市政年度 接下来十二个月里面 把你的想法 变成我们国家市政的一部分 那所以这个就是 完全是公共利益 那但是很多投入这些的朋友 他确实就是 他有那个资金去做 一开始的研发 甚至一开始的小规模验证 就是把它变成全国适用 超出它的能力 那所以这个就是 总统杯所提供的 就是我们 需要连任何预算等等 需要跨部门的协调 甚至有些要弄到法律的 反正你如果隐瞒的话 那如果你的部长 这个不是很愿意帮忙协调 就要把那个投入机打开 总统召唤出来 部长拿上就去慧险了 所以 这一个 在台湾就是要省主牌 这个作用 所以我是觉得还蛮有用的 我们之前的很多 就是看起来铁发行空 甚至不一定合法的一个点子 像刚刚讲的 那个在立岛 视讯的那个点子等等 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 就是在尽可能再向预算论坛等等 这些场合 去把朋友讲的这些case 那每个大概都有英文的翻译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的去分享到全世界 那总统我们黑客松办到一半 就发生了这个就是coronavirus 那所以我们还把总统我们黑客松的团队 再拿出一櫃啦 总统我们黑客松继续办 但是呢 我们这边就是办 一个叫做台美防疫松 那台美防疫松里面 也有很多各国的朋友们来参加 那就好比像说 这个里面有善用资料风险沟通 就是让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可以好好的记录说 我每天的这个行踪啊 我去了哪里啊等等 但它就是在你的手机上面 也绝对不会传出去 但是呢如果在疫调上面有需要 或者在通信上面有需要的时候呢 它可以很容易的通知到你 那至于你收到通知之后 到底要做什么 完全你的事情 所以你的资料不会分享给外面 但它就是很棒的一个设计 就可以让你就是每一个 可能有风险的人 都可以提早知道说 哎自己可能遭到风险等等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 那还有很多别的啊 就是管理防疫相关资源啊 卖上以后过渡措施啊等等 那我们会在礼拜一 会announce就是前五名 那礼拜一大家知道也就是WHA的第一天 那所以这个之后也会有一些国际上的clush啦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让台湾参加的话 你看这么多好的solution 就拿不到 对不对很可惜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argument 就是说不让我们参加 那说真的是你的粉丝 不是我们的粉丝 那这个也是 就是有时以来台湾好像在国际组织 很少能够讲这句话 对那也是我们今年就是透过总统 黑客送的这个设计 变成台湾防疫送 然后让我们都去去讲这句话 那有七个朋友们想问说 对于跟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 要如何才能够 创造最好的效果 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经验 是说 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班同士 我班同士是这样 他是在 埃鲁三段9号 然后 已经是一个公园 我们把墙都拆掉了 以前是 就是工学总部 工总 那他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鞋对面 就是隔一个建国画室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蛮特别的 因为他是 就是玻璃山市属于中央 那在以前因为是军方使用 所以一直都是 就是看起来莫测高深的一个地方 这个台北市政府那个 什么标志标线的那个 管理系统里面 这块是消失的 就是跟班同大三角区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三年前 我们来这边办公的时候 那边就是完全是 就是 那个地下室水是淹到膝盖 然后 这个什么电线还被封锁咬断啊 什么之类 就是一个非常 接近废墟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那但是这样子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可以不受限于本来的想象 他可以重新去想象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 去把各领域的专家结合起来 然后去问说 全台湾透过创新 想要让社会更好的这群朋友们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 而且要变成公园了 到底里面有什么设施 可以让大家的工作最好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 像这个公共艺术 这个是写汉尔资金会的写汉尔的作品 那其实写汉尔 大家想到写汉尔 可能想到是烤面包啊 或者是烤饼干之类的 那但是 事实上他们是艺术家 所以他们只要画出 他们看到他们是一个足球场 他们只要画出来 那就有点像饭骨一样 就是说他可以进入一个 充满创造的一个世界 因为我们看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抽象化 变成文字 或变成数字 但是从写汉尔角度来看 他们是抽象化成可能拓谱 可能是一些结合的一些讯号 所以他不管年纪多 他一直都保有 就是艺术家创作的 那个artistic eye 所以他这样子画出来的东西 任何人只要一踏进去 就非常有创造力 那我再举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空间 既然是他家的 大家就会一起去布置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 我们经过了三四场 每周的这样子的讨论 我们跟全台湾的朋友们 一起讨论 那他就决定说 这个空间 如果真的要大神化预域的合作的话 需要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要厨房 然后厨房必须要 就是非常好的设备 而且是要能够直播的一个厨房 因为大家都发现说 这个见面三分清嘛 但是我们有把全国串联起来 我们很多时候只能用视讯 那视讯都没有三分清了 只有两分清嘛 那当然就是见面如果戴口罩 手机也是两分清 但是当时还没有 所以我们总是就是 就是我们想要补足视讯的那个不足 那怎么样补足呢 就是确保说 在每一个地方视讯的时候 大家是吃一样的东西 然后喝一样的东西 听一样的音乐 把那个灵场感重新找回来 所以有很多这个 尤其是农业方面创新的朋友们 你只看他的包装行路 那些二维的东西 你感觉不到多好吃 但是你透过视讯看到 他正在被烹煮 然后正在被大家吃的 津津有味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 就会要买很多 所以总是就是 要有一个能够直播的厨房 这是第一个领道间 那第二个就是说 希望他每天七点钟开门 然后开到半年十一点 那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因为公家机关 大概没有什么十一点关门 这种事情 大部分公家所营运的这种 就是我们叫做 incubation 这种浴城中心 大概七八点就已经关门了 已经算是晚了 但是七八点关门有个问题 就是说 在里面所发起的任何活动 任何这些gathering 这些小聚啊等等 那就是会各办各的 然后办完之后 因为场地要关门 就各自散了 那就是非常可惜 那所以我们事实上 他就是留着这样一个空间 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可能同时 有四五个 各种不同的活动 在那里去办 每一个都是不同的社群 而且彼此也都不认识 但是办完之后 七点八点九点 散场之后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厨房总是有好吃的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聚在一起 然后去看出 因为我们这些社群 突然有没有一些共同 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很多点子就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 那第三个他们的要件 就是说希望 当时我每个礼拜去主持嘛 就希望这件事不要停 我继续每个礼拜 就去那边办公 所以我现在 因为这个地方里 我住的就是 丹安森林公园 那个宿舍 就是首长的那个 新一大楼 走路大概只要十分钟 所以十五分钟 所以我每天都就是走路上下班 所以我就是每天起来之后 就走到这边来 那所以像在礼拜三 我们就留了一整天 每周三 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 任何人都可以 直接走进公园来 然后直接就开始跟我聊天 我唯一的要求 其实是说我们聊天的记录 不管是录影也好 或者是注字表也好 必须要公开在网络上 让所有其他人都可以看到 但除此之外 并没有限制聊天的这个题目 那所以当然这个时候 这个可能就有朋友问说 那不会有很奇怪的人 来照应聊天吗 确实是有 好比像说有一位朋友 一直认为他发明了永冬机 那然后呢 就来跟我分享永冬机的设计 但是这个也很有道理 对不对 那我就开始跟他谈 能资源的循环 对 因为你如果那个节电 你的废热 或者是你的这个 废弃物 又可以做再次的利用 或甚至作为艺术的 这个创造的方法的话 你虽然没有办法说 产生101% 变成永冬机 你产生99% 那也是全循环经济 那是非常棒的 对 所以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或像说有一些 有位朋友是什么雷尔运动 他想要帮这个外星人 建设一个大使馆 然后让外星人 能够这个进入台湾 那这当然也是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外交部 没有理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外交部 没有星际科 他就知道他直接来找我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 说对啊 我们可以把网路看成是一个 不同的空间 网路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常规 你有一些新的社会 想法可以在网路里面实践 等等 那这些当然算是比较 比较fringe 那但是就是 也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 就会跑过来 那像这个也是 跨离语整合的一个好例子 就是 当时是MIT 就是马上理工学院的Fuiting 就是一个 他们研究团队 这个叫PEV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具有说服力的电动车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自驾车 那你坐上去 告诉他要去哪里 他就把你开过去 那他当时在找我的时候 这个还完全是出行 他就说这个自驾车 一天都撞到东西 而且大航部不太稳 然后下一句就是问说 那诚伟你帮我坐上去看看 我说你开玩笑吗 那然后他就说 没有这个很慢 虽然这个童谣说三轮车跑得快 但是这个跑得比跑步还要慢 所以你不管撞到谁都不会怎么样 他撞到墙就撞到 就停下来 所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那我就说好 那可是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是说你一台车跑得比人 跑步还要慢 那这才知道有什么意义 那他就说 我又不知道 那所以就是说 可以有这种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初期 而且他是MIT 吗 大家可能知道像Scratch 就是Lego 赞助的那个 一些程式的东西 他是完全抛弃掉 著作财产圈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乱改 可以二次创造 那他的资料也是开放资料 那演算法也是开放演算法 他用的元件也是开放的硬体 那可以随便的抽换 那他不知道那是乱干嘛 那所以我们就说 好啊 那这些很像外形生物的 那就在我们办公室 就实际上试着跑 那整天就摆在那边 然后也就是让人随便的出来试用 然后旁边的北科大 就绕着这个去办了好几次的活动 那他在办活动的时候 因为我就在旁边办公嘛 那我就会 偶尔也就会听到一些 很有趣的问题 他必须说 就有一次 因为他们本来周末 那旁边是建国方式 然后就有一对这个老夫妇 然后就 就带着可能有两个话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有盆子那种话 然后过来 他就看到 然后就问我说 诶这个 诚文你在跟这些购物车 在干嘛 然后我就说 这不是购物车 这是自驾车 就是可以自己 就是暂停跑到哪个地方 那他们没有啊 这个有一个菜篮 看起来就很像是购物车 我想说就是他可能手上东西很重 然后我就说 你不如放进去看看 放进去也真的可以 因为他那个承重还是OK的 那所以他们就想出说 诶那我们是不是不要把它当做 代步工具使用 相反的 我们就把它当做 智慧型菜篮使用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建国方式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东西 那你如果一开始就买了 你要一直提着 手势很累的 至少他们提出这个需求了 那他就说那我们会不会改一下 把它改成说 就是这个购物车 就一直跟着我们走 我们买了就往里放 就往里放 那他们有在电视上看到说 自驾车可以做platooning 就是说可以做车队 就是街巡车队 所以他就说 那是不是一个满了之后 他就往后退一步 然后就叫第二台来 然后第二台就 又在我们旁边 然后我就 这叫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你可以一路买一路带 然后到最后 他就叫个计程车 或者他回到地车厂 把这些东西扛上车 那这些自驾车 再还给这个建国花石来使用 那这个就是 绝对在波士顿没有人 想到的一个用法 那但是因为 这是完全开放的 所以我们还真的就 就开始改 然后就让他可以这样子做 那所以 就是你为了要这样子做 你就必须要去改装它 那我们就请了这个 就是人影工程啊 服务设计啊 等等专家来看 那他就说 当你在跟着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的重点是 告诉旁边的人 你正在跟着谁 所以虽然他其实有 360度的Lider 但是 你有两个会转的眼睛很重要 他的眼睛不是真的用来看 他是用来告诉别人说 我正在跟着那边的那个人 所以他是一个指示屋 然后他眼睛还会做表情等等 然后他再改了他的那个 就是 就叫他 Gesture Detection 就是他可以知道 旁边的人到底是 正在打他的路 叫他不要过来 还是他开始有 手势跟表情的 这个判读的这个能力 那因为在花市嘛 是一个非常人 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就必须要加这些 就是在人多的地方 而不是在专用车道上面行走 才需要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当你有一个具体的社会需求的时候 是这个社会的常规 我们叫做social norm 来决定说 市场要怎么样跟它互动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literally 就是建国花市这个市场 要怎么样子跟这样子的科技互动 当市场跟这个社会常规 成立一个协议 好比像说 这样子的一个 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handspring shopping 随身购物车 如何成立的话 他必须满足哪些 社会上的对他要求 也像熊化一个猛兽 熊化他 对他的要求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写城市 code 的这个部分 那写城市的时候 你就可以符合社会常规的方式 好比方在台湾他们 MIT 有做一个分析 是好像有 published on nature 上 说在台湾 就好像在日本一样 大家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 这个自驾车 它要让的时候 要先让给 长辈 长辈要先通行 然后可能是 就是做轮椅的 或者身心伤害的朋友 然后可能是怀孕的妇女 那最后才是小孩子 那小孩子这个 比较不重要 那但是他们在 Boston同样的一套 这个温卷 跟这个实际 模拟实验的时候 他们那边都觉得说 你要先让小孩 小孩是最重要的 长辈最便 那所以就是说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价值 我们如果直接拿 Boston那边的那套 东西来这边 那就是很像一种 科技殖民 就是要我们的社会 强规去配合人家 已经写好的城市 但是我们如果 在这种像沙河 一样的地方 先试过一阵子 跨领域的朋友 尤其是人文的 社会的 通讯的 传媒等等的 这些领域的朋友 都能够去集合说 那我们对于 这样子的东西 它不是不能进入 这个社会 但是它要满足那些 道德文理要求的话 那我们再回过头去 要写扣的人 把这些写进去 这样子我们的法规 才能够很容易的跟得上 才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一边就是要发展经济 另外一边就是要 保护环境 一边是要做科学创新 另外一边就是要做 社会正义等等的 这种二人对立的 这个情况 那就是因为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就是Norm forming place 可以造成社会常规的 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也是 联合同学发展目标 叫做 Encourage effective partnership 所以大概是透过 这样的方式 来跟不同领域的专家 来合作 因为不管哪一个领域的专家 大概都同意说 我们在现在追求 我们的发展 不能牺牲后代的子孙嘛 所以永续这个 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价值 那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美中充足竞争的时候 美国逐渐不愿意 投入资源 到被中国把持的 国际公共财的这个组织 确实是这样 所以对于国际公共财 相关机构的未来 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更好有问题 其实现在疫情里面 当然最注重的 就是accountability 那accountability 一向难以翻译 那所以我是反正给出交代 给出交代的能力 那大概就是说 如果这边的 这个疫情的状况是这样 那不管它高或低 必须要解释说 为什么本来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是不是中间确诊者的定义 有所改变 或者是之类的 就是说 或者是说 之前这个明明有 发出过一个说 没有明显人传染啊 等等的告示 那被危机板科备份之后 那那个网站就消失了 这是武汉市实际发生的状况 对 那但是消失了 也就消失了 可是也没有给出消失的交代 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这个 一个治理实体的要求 其实不是说 它多快去反应国际 对它的这个质问 而是说 它即使没有拿快速的反应 它要能够给出 为什么不能快速反应的交代 那如果它本来说 那现在不算 那要给出 为什么现在不算的交代 那这个我想是一个痛则 这个也跟什么 什么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没有关系 而是讲话算话 那所以这件事情 是现在就是大家 为什么对于就是PRC方面 特别是在疫情上面 有一些部分给不出交代 那么直说的原因 并不是说 那件事情本身怎么样 虽然说可能会导致 大家有多十天的时间反应 但当然科学上面 我们也不知道说 多十天时间反应 到底会有多大的帮助 但是重点是说 这是一个track breaker 就是说 它如果一直给不出交代 那我们对于它 现在所分享的情资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未来 如果被篡改的话 那到底能不能给出交代 所以我想这个是 国际上一个公共的要求 那美国当然在这一点上面 就是声量很大 那但是以我的理解 尤其昨天的那个 就是十几国部长会的理解 其实这一个共同的要求 这个也不是说美国在主导 而是任何人在公卫上面 为了要保护自己国家人民的健康 它就是会希望说 跟它不管是通行 或者是有一些物资方面的一些贸易 就是特别是PTE上面的贸易 它的品质是能够给得出交代的 而且如果品质不好的话 不好的原因也要给得出交代 那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未来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机构 这个会变成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以前我们会说 accountability 好像是一个 given 就是说你如果加入的话 你就一定 accountable 那像以前WTO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后来大家还说了 不是很多人他是加入的 然后可以不 accountable 那他就占尽里面的好处 但是却不需要付出强硬的 这个治理上面的一个投入啊 那所以大概是 我觉得这个会变成the new norm 就是一个新的international norm 就是在国际上面 大家会给不给的出交代 而且这个是可以量化的 可以就是放弃公式里面去算的 来决定说这些国际组织 以后他们membership的地位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对台湾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就是台湾就是 有完全自由的新闻嘛 那所以我们在每天指挥官记者会 都可以看到说 那个指挥官最近才跟小学生说 这个如果大家就是有人提问 那个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啊 要了解说他问那种问题 在他的角度 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他说 然后他才能够跟我们的看法 慢慢的去一致 而不是说好像就把他派出 在这个公共理之外 那我觉得指挥官这样子一种见解 就是一个accountable的一个见解 就是他不会觉得说 这个记者提问没有一帽 或者说这个记者提问没有科学根据 或者这个提问 违反物理定律 或怎么样 他就不回答他 相反的他会把 后面这个science的 communication 就是对于科学普及知识的沟通 看成他可以出交代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陈建仁副总统也去录了一个 在国际上面 现在蛮知名的 就是流行病学入门 这样子一个概念 同样的就是说 他不会因为他是流行病学专家 实际上他不是专家 他是教科书作者 他就觉得说 大家听闻得就好 而是说他会尽可能的把他所了解的 变成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流行病学的尝试 然后一起去就是看得出 我们CCC 每天给得出我们的交代 到底可不可靠 可不可信 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确实是 累积出台湾一个非常新的 accountable的一个 新的公务文化 那这个公务文化 也是我们在国际上面 特别其实国际组织上面 现在变成台湾最强的一个部分 好 那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是不是可以透过科技 来促进台湾观光的开放 当然是可以 其实我们今年是这个几辆山脉旅游年 那当然因为corona的关系 所以这个国际的 文化就是爬山的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我们本来为了今年所准备的 有一个叫做 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的服务 那这边如果有就是之前有爬山的 兴趣的朋友们 可能知道的时候我们的山要看 它是坐落在国家公园 还是坐落在保留地 还是坐落在这个金镇署馆的 还是这个等等各种不同的地方 那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规则 你有些要先申请 有的可以就是要候补 有些不用 那有些要抽签 有的不要排队 那在无论如何 就是当你一个行程 要经过各种不同 有的有这个商务 这个事前 某一个时间点才能够申请 有的是随时 某个时间申请 等等 但每个规则都不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如果你已经很熟悉 很习惯了 你就知道说你要打开四个网站 然后填差不多一样的资讯 然后呢 这个自己慢慢把它汇整起来 但是如果你是外国朋友 然后来这边要爬山 就会觉得非常的疯狂 所以为什么在台湾爬一个山这么难 而且四个里面有三个 还没有英文 那然后网站上面 那但是它的英文就是在一个 那个卫的岛里面 你还得自己填来好传真 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已经不知道传真是什么东西了 总之就是说 特别是对于外国朋友科 也就是一个相当 相当疯狂的一件事情 对那所以 当然我们后来就做了这样子一个 台湾登山这个申请一阵式的服务啊 所以能够越岭啊 或者是这个玉山啊 能够啊 齐来啊等等的这些 它都会自动的去帮你去查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自己去调阅它所有需要先请的这些部分 它的天使山庄是在林雾局啊 这个南风啊等等 那这些部分 它会自己去规划你的路线 你当然也可以在这边编辑你的路线 然后它可以一次的告诉你说 这些capacity是多少 然后等于是有点像是旅行社的代办那样子 帮你把转机的机票啊 旅速啊什么东西都一次把它规划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后台是整合 但是它的前台是一致的 你同样的资料不要进入两次 那这些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工作 而且必须说是都是由这个研究生啊 做出来的 因为我们办公室每年会聘30个见习生 他就是跟着我们两个月的时间 去找到这种就是分散的混乱的政府的服务 然后去改变 所以好像个人健康资料 劳保 当时最多学生想要做的是NCC的意见形象 陈勤旺啊 当然有当时的实在背景嘛 因为 台铁的这个电票系统 故宫的保密系统 也是对国际的朋友不太友善 那个时候 科技补登 那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登山成和 游武 新专利 棕手水 那像今年棕手水也用到了他们的成果 大家去便利商店 刷入卡马上就缴税了 如果两万元以下的话 那即使超过两万元 表示大家这个生意做的 当然是蛮不错的的话 那你就直接用手机 然后输入便利商店 那个小白单上面的 呼号跟查询码 然后你用手机就报完税了 那就再也不用管堵卡机啊 或什么样的工作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改变 那还有 有些朋友对归相当有兴趣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官方以前 你去认识一个地方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这个 认知负担的budget 那我们在以前如果 让造成国外的朋友很多的认知负担 不管是说他的语言翻译不到位 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 你要规划一个行程 你要开五个网站 我怎么知道这五网站分分别类 是在什么样子的地方等等 都是就是没有用外国朋友的角度 去看我们的公共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会造成一个 他们不被尊重 而变次等公民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想做进行团 官方开放的第一步 就是确保说 不管你会用什么语言 那大概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 我们叫做可进性 或者是可进性 accessible 的这样子一个体验 那这个是我们 在网站设定体验服务设计 甚至包含护工的那个门票的设计 都可以去再静静的地方 那事实上 我们在之前 故宫的那个工作坊的时候 听到他们说 他们事实上 连那个QR码就是免排队 因为之前排队是一个很大的 对他们一个很大的困难 有些人就是觉得 大海上楼而来就不去了 那当然下面是个问题 有一天又会有这个问题 那总之他们就会发现 说你若是扫QR码 就是像高铁那种进场的方式 当然就不用排队 因为你每次大概一秒钟 就可以进去 那他们机器也买了 厂商也围花了 服务都做好 可是他们不敢roll out 就没有人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去故宫的长辈 那不管是在台湾的 或者是会就是 乔街的人士 他对于那张门票 是非常非常看重 他回去之后 要分享给家人 要放在他的机油册里面 要放在他的日记里面 就是有那样子一张卡片 他才觉得到了故宫 那如果现在就是手机 你LINE一个QR Code给他 然后他扫了就进去 不是说他不会用来 他真的会用来 可是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到够故宫 然后回去也没有办法去跟家人解释 那这个就是需要 像刚刚讲的那些研究生 透过服务设计的方法 你要臭丝剥剪去问 最后才问得出这个答案来 不然的话 你以前如果是用很基本的民调 他只会告诉你说 我不愿意 他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愿意 所以这一套就一直没有办法推行 所以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在很多像那个Tiosca 我们报纸 最后不是会给你一个小白单吗 那是热感硬质 那热感硬质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纪念价值 那并没有什么法规规范说 我们只能用热感硬质给你很丑的收据 对不对 那个收据事实上 因为你已经刷卡进场了 我知道你是谁了 他可以烫金 你可以用金箔印一个那个收据 就在他已经排队完 赶进入场之后 那他到那个服务台去兑换 去领取一个收据 那个收据上面不但有他的名字 有他年月日 有当时这个故宫特别的策展 甚至他对哪一个最感兴趣的 我们还这个定制印刷 一个东西给他说 认识成本有没有很高 突然之间有这样设计出来 那些本来很抗拒的掌柜 都说那你就用LINE传QR Code给你就好了 我想要有一个为我量身打造 上面有我的名字 的那种收据 因为那个收据 比起一般任何人都可以买到那个指灯票 对他来讲更有纪念价值 更有增长价值 所以这个point就是说 我们数位并不是无纸化 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要印纸 但是这个纸它是纪念仪 让人放在手上的时候有感觉 有温度的这个感觉 那但是呢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排队的问题 是申请困难的问题 是这些我们就是服务设计上的痛点 就是造成困难的一个touch point 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数位化而数位化 而是为了要增进它的体验 到最后大家想要拿到纪念的东西 还是都拿得到 去增进大家的数位体验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一般性的通责吧 我想各位在做服务再造后 数位转型的时候 大概都可以往这个方向来考虑 有另外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在后疫情的时代 因为政府执行国家经济 如何真正把资源用到效益最大的地方 考虑掉到国家的处境 对于相比状态的关系 企业技术 例如叫做TS&C 在美国投资五奈民场 要提供哪些资讯 可以让政府判断 并且执行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像跟美国一起办这些防疫送啊等等 它后面是有一个还蛮长的一个历史 就是我们叫做Digital Dialogue 那这个大概就是 当时这个苏元祥接任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一个briefing 就是说每个政务委员讲说 他觉得最重要的 他的工作里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那我们当时就是说 是这个Digital Dialogue 那当时我们推行Digital Dialogue 大概推行到一半的程度 那当时大家在问的就是说 好比像说 怎么样增进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 怎么样增进美台的经济跟商业之间的关系 那或者是说 当时办到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怎么样增进美台的安全上面的合作 那以及怎么样增进美台人民对人民的关系 大概这四个题目 那防疫变成我们的基本上就是第五个题目 那非常有意思就是说 每一次这种公开参与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这个最 最device 就是大概一半人赞成一半人反对的 那以及这个最consensual 就是大家都同意是一件好事情的 那好比像说 在经贸那边 因为今天毕竟还是经贸 关系比较大一个场子 当时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说 有一个人提出 当台资企业进行全球投资 参与当地社区服务 或有其他csr商贡献的时候 台湾应该要给它适当的租税优惠 因为世界各地的财资企业就代表台湾 所以就好像是说 在台湾这边做公益要抵税 但你跑去美国那边做公益也要抵税 那这样一个概念 是一个交叉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那也变成双方的谈判 进化谈判官员 一下子看到这个都有一点乱准 为什么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 对那所以这是一个等于刺激大家去思考 那但是在这边就是majority 事实上有非常多具体可行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跟AIT的就是 就是经济组一起来讨论 就是每一个只要他们觉得可行 好比像说一起来参加 中华费消费商行贴客送 那他们当场就答应 而且过两个礼拜就派人来 那他做的就是永续原物料管理 就是在建筑业里面 给每个建筑业里面的component 一个身份 这样子的话这个建筑物 如果以后改建或者拆掉等等的话 那他可以很容易的去移到旁边的 需要这些原物料的地方 而不是全部打掉 然后这个全部重练等等 哎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商务工作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啦 那所以像在这个people to people 这个很好玩 争议最大的就是说 台湾应该规定英语是工作语言 法国也都这样子做 台湾怎么还没有这样子做呢 那所以就一半的人算成 一半的人反对 我们就知道现在如果应推这个 这个会很惨 那但是我们在前面 这个就是共识度很高的 其实也有说我们应该要 逐渐的建立就是双云环境 那这个是逐渐建立的话 大家也就是同意的 所以大概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透过我们叫做listening and scale 就是去把最有争议的可能几个题目 把人分成ABC三群啊 或者是AB两群 但是呢我们又在这些过程里面 透过说当你投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回应彼此的投票 但是你可以不断有一个新的题目 把它这个贡献给其他人投票 这种开放式问卷的方式 然后透过AI去做分群 那这个技术其实是在美国 在西雅图开发出来的一个技术 但是台湾是第一个把它用在公部门的政策 制定上面的 我们2015年开始用这个技术 叫做police 那2015年 当时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 就是用在Uber 进入台湾的这个事情上面 那这件事情当时是 就是双方互相放话 完全没有对话 在2015年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讨论 让大家聚焦 那聚焦之后真的大家都同意 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好比像说纳水纳宝纳管等等 就是那个原则 就是那个时候 包含这个Uber的司机 计刃车司机什么也都是同意的 当然最后到了这个 在这样的部长手上 那这个谈判就完成了嘛 所以现在Uber 基本上就是 跟基层社用一样的总量管制 那一样就是考了一页等级证 那它也不会abuse 我们路上面的那个资源 就是它准备公共运数的量不会过大 但是呢 它刺激了整个这间车产业 它的服务模式的革新跟转变 那就是你现在用很多车队的车 也可以叫到就是你指定特定的需求 而且它也可以有浮动式的 或甚至是1.4倍 或2倍的这些费率 这也是Uber的创新模式里面和核心的部分 但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子一个 就是人民的 就是共同讨论跟共识的话 那Uber的那个David Proof 来找我lobby的时候 我就不能告诉他说 哎这是 不是台湾政府找你麻烦 是台湾人民 有个共同的意见 共同意见就是你得 那去那往那往 没有什么好讲的 连你自己的司机都这样子说啊 等等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 就是公民意志的一个展现了 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主要天方的服务 就是每次有这种大规模的 或者是比较争议性的事情 特别是跟贸易相关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说 除了大家最争执的那几个核心争点之外 其实有很多你可以就先做 类似Micro FTA 就是有些东西就先谈 在这个情况下 是双方的人民都不反对 而且双方的人民都觉得对他们有好处的 那这个是外交上面的一个 就是具体的一个用法 那有问人们问说 台湾政府的大国有生产世界最好的伺服器 是它的交换器 那超级电脑一直落后中美日这些国家 那超级电脑对国防国安AI医疗这个产业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超级电是不是值得台湾投入发展 或者是不久就会被量子电脑取代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确实超级电脑是台湾在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国王的那个 超级电脑大概就是前20名 但是如果你算能源效率的话 是前10名 表示我们对永续是很重视的 但是当然在很多的场景里面 好比像说气象模拟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需要及时计算的 那当然也不能够完全就是 只运用国王 所谓GPU-based GPU-based 还是很重要 因为人工智慧大概 很多模型是可以用GPU-based来加速 但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去 train类神经网路 事实上类神经网路 只是极其学习的其中一个做法而已 还有更多其实新的演算法 现在在内做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说好像 因为现在深度学习很红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超级电脑资源都投入深度学习 所以我对于在不同的场景去建筑不同的超级电脑 甚至是不同的超级电脑的拓谱 就是把电脑跟电脑之间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我一向都是很支持 也很支持 就是老师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我觉得这是台湾一个很不错的 跟学术可以贡献的一个领域 所以当然是值得投入发展 而且不要被卡在目前这一代的这个演算法里面 那当然这样子电脑是其中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模型就是所谓的Edge Computing 就是在边缘在中段去进行计算 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像未来的5G的时代 每一个基地站上面都可以放很多运算模组 它可以在那个边缘就已经把它 手边所可以判断到的资料 直接运算之后还回去 然后在自驾车V2P的那个状况里面 它可以及时的就是透过5G 车子跟车子之间 车子跟路面的5G设施 跟再回到车子之间 都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你不是等到你传到国防中心的时候 都已经发生这个社会了 而且是大家在这个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 就可以用非常快的传输 然后去把自己学到的事情很快速的 有点像是心电感应那样子的彼此交换 所以Edge Computing 就是所谓的Sensor Fusion 就是一台车子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感测器 要怎么样快速的综合成一个判断 并且让旁边的车子跟路面都知道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可能重要性也不亚于超级电脑 所以我想这两个部分都是 我们接下来就是 迈向这个 奈米在过去的是什么 Amstrong 迈向Amstrong时代 就是接下来可以去再多想的一个部分 就是同时结合Edge跟Super Computing 来做我们的各种场景的规划 好 那我还有三分钟就要中场休息 所以我们就是再处理一个题目 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特 可能不是特 这应该是他的问题是写到名字那边去了 OK 在后疫情的时代 台湾如何持续有国际的能见度 用我们说文化的流行影音 要怎么样子恢复荣光 以及带动经济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之前有去伊索比亚 然后去参加那个 他们叫做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m 就是产生社会意义的系列 他们的一个世界论坛 那伊索比亚那边呢 他们就一直在问说 到底他们怎么样子 能够把他们的文化 这个分享到世界去 因为我们对伊索比亚的印象 就是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 那像因为我对口鼓人类学有兴趣 所以我会知道说那是露西 就是最早的 还不是现在之人的祖先 所在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去那边 就一定要就是 要那个 就是去那个博物馆等等 那后来我的同仁又去 我那天有别的事情 那anyway 那所以这个 我是觉得说 那我们都是露西子孙 所以有点像是去祭祖 那样子的感觉 对 祖国吗 真的啊 都是在非洲那边出来的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 但是这个显然不足以支持 他们全部的观光产业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想新的方法 所以我去参加他们当地加速器的一个论坛 那他们就很明确的说 如果我们可以产生出一个 只要一个就好像珍珠奶茶的东西 那我们就红了 所以 所以事实上他们对台湾也没有什么别的影响 但是珍珠奶茶就是那个非常sticky的影响 就说台湾就是珍珠奶茶的国家 就好像日本就是寿司的国家 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日本有什么别的 这样 那所以 就说我觉得珍奶已经是一个符号石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我在当时就跟大家 跟他们非洲人分享 说珍奶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因为它有多重奇缘嘛 对不对 我们不能得罪圆维加 你了解 它有多重奇缘 所以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用哪种Tapioca 哪种颜色的Tapioca 它配那种茶 才叫做珍珠奶茶 那个奶也可以是豆奶 那个茶也可以是南非国宝茶 也可以是Ruibus 你只要 反正你配得出来 就叫做珍珠奶茶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创新 你不需要去跟台湾的那个创始人 申请一个pattern的license 你也就可以 在地就可以制造出珍珠奶茶 那这个其实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当 伊索比亚人问我说 我们怎么样弄出像珍珠奶茶那样子的时候 就我忽然发现到说 其实珍珠奶茶这个模式 台湾model 它事实上是 真的就是这个概念而 这个概念美临台湾 但是事实上 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component 必须是台湾制造 那当然台湾制造是很好 茶当然是非常棒的 但是 即使你在伊索比亚 即使是在南非 在非洲塔罗 用他们当地的茶 当地的这种Tapioca的智商 也是可以做珍珠奶茶 而且他们等于在帮台湾做免费的宣传 所以我会觉得说 有这样子一种开放式创新 而且它是有社交能力 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都可以因为流行嘛 就人手一倍等等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不管你 成立什么样的文化的内容 文化的奖励 最后是落实在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而生活方式的改变里面 会不断的去提醒彼此说 这个是台湾来的 而且我们也要弄出一个非洲之光 像台湾的珍珠奶茶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回答 那其他的部分 因为这边在讲流行跟文化 那但是要怎么样透过影音去促成 就是我们的National Identity 就是让国际更认识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品 跟纯粹流行文化 可能也不完全一样 这牵涉到我们对自己的价值定位 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场休息之后再来讨论 这个上半场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那个各位同学 那刚才 各位同学 请坐请坐 那刚才我们前半段听唐正伟跟各位的这个分享 各位一定这个非常有企划这样子 那唐正伟这样子的这个人才 把很多新的观念 用非常开放式的做法 来营造政府机关 跟替这个社会做事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那刚刚讲了好几个案例 我就觉得我们企业界要怎么做 我们很多是企业界的人 他在政府机关能够做到这一点 各位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这样子 善用今天AI跟IT 强化帮助各位转型 有另外一个高度这样子 好不好 我们再次欢迎唐正伟 好 谢谢 那我们在接下来 一小时二十分钟 那一样就是以各位的问题为我讲的题目 那所以也再次欢迎大家 掃听 our call 然后输入问题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机构要如何有效的运用黑客松的模式 来提出解决方案 成功的黑客松的关键是什么 那我这个是有一个整理了 就是在昨天也是跟各国的 卫生部长分享的简报里面 大概就是把成功的数位的设计创新的三个关键 那这三个关键 那这三个关键 我如果先都用一句话来讲的话 FAST讲的是说 当黑客松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你一定会有一些优胜的团队 有一些创意 你让他们看到说 他们的这个想法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通常是以周为周期 下一周 下两周 它就产生了怎么样子的实质影响 不需要说你招担拳手 事实上也不可能招担拳手 但是呢 就算是一个比较象征式的 好像刚刚讲说 台美的这个防疫松 有一个主意 马上对我们CCC采用 那这样你就建立了一个公信力 不然的话大家就觉得说 你好像是为了办活动 不好意思办活动 那像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的按照CVX Monitor 我们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社会 就是你想什么新的主意 都不会担心被插水标 那我们现在都是智慧水标 也不需要插水标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 我们以前的那种 好像要自我设限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举的例子 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社会创新 就是 当时大家可能看新闻 有知道说 有一个小学生 好像反正一个学生 他一个小男生 因为只有粉红色的口罩 他没有别的颜色的口罩 所以就不太敢去上学 因为他的同学会笑他嘛 那我们就一个单一 这个窗口叫1922 任何教导1922 告诉CEC自己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他们立刻就反应 所以在隔天的记者会上 就所有人都戴粉红色的口罩 就是成功万象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别主流化 一个教育 就是说颜色是 不分身别 能够保护你的就是好口罩 那这个就是一个公信力的一个展现 就是说如果你打个1922 然后他说 我们会慢慢处理等等 那过一个月 然后才开始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 其实对一开始提出创新的人来讲 他的心已经放在别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你的黑客送 一旦产生出千几名 或者是千几个可行的主意 然后你立刻就采取其中一小部分 就是可行的一小部分 其他要慢慢谈无所谓 可行的一小小部分 象征式的都可以 然后去采用 那这样的话大家的相信力 就会非常强 而且在会测诵之后 还可以继续保持人际之间的关系 这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呢就是Fairness Fairness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的过程里面呢 必须要不特别偏重特定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看黑客送的解法的时候 我们不是看它后面所用的技术 我们是看它这种创新的模式跟模型 好比像说像我们的防疫的这个黑客送 Cohack 那里面呢就有一个团队 它运用了这个Microsoft Teams 的一个通讯软件 然后做了一个机器人 对话机器人 让这个在举下检疫 或者在这种不同状态的医护人员 跟个案中间有一个等于机器人 帮助双方去媒合 然后问对问题啊 等等的一个专家系统 非常棒的系统 那但是呢 我们在强调就是说 它其实第一个做出这个 它的这个程式嘛 必须要是公开给大家去检视 而且呢 你只要改行行 其实你就可以把Teams 改成用Line来做 那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你第一个提出解法的人 就拥有好像锁死它的这个Vendor的这个能力 而是开放式创新 就是你运用Teams做到的 你必须要把好像那个厨房里面的那个 就是Recipe啊 就是把菜 就是菜谱食谱开放出来 那任何人只要这个抽换一两道菜 你就可以建筑在这个赢家的基础上面 而不是说要求你自己要从头再来过 所以开放式创新这个是非常重要 像我们在那个口罩一年零的时候 或者口罩地图 其实也不是我们写的嘛 是台南的这个五站位他们团队写的 那这个地图 当然非常棒 可以一眼就让人看到说附近哪些药局啊等等 但是它现在其实是已经没有在营运了 它是把城市马整个开放出来 然后让这个民间自己想要营运的人 自己再去增进它的这个能力 那好比像台南也是另外一位叫江明宗 它的地图就是有一堆三角形的那个 那个事实上现在主要的使用者 也不一定是台湾人 是韩国人在用的 因为韩国人就直接拿我们的这个创新模式 去施压他们的那个就是药局 然后也要他们的那边的口罩 不是每天公布统计数字 而是像我们一样每30秒 每三分钟公布一次 所以变成韩国人在用我们的这一套系统 那所以这个概念 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一开始是所死特定的vendor 那他不把他的创新模式公开出来 他变成只卖你一个黑盒子的一个solution 那其实不应该让他得到黑客松的名字 他的黑客松的一个特色是说 他可以变成一个启动新的生态系的一个钥匙 而不是说把大家卷进他自己的那个花园里头 所以这个fairness也是非常重要 那也是因为有这个fairness 我们才可以看到民进有很多分析 像这个是一个口罩工序的一个仪表板 那可以一下子就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真的从两片到三片到九片的时候 他是怎么长的成人 跟这个儿童的口罩目前的实际的分配的情况是怎么样 在全台湾的就是各个不同的区域 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度或者是不够的这个情况 那这都是目前这一秒钟实际的状况 他每三分钟更新一次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 实际上我们自己做决策也是用这个在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平均 就是说像到目前是周六的10点45 那基本上每个地方都还是有存货 而且存货率非常的整齐 除了连江县没有办法整齐之外 从台南的65%到屏东的48% 它是一个非常smooth的一个曲线 那就表示说我们的那个配货原则已经争与成熟 他没有说某些地方买得到某些地方买不到你还要跨去去买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甚至我们可以当到这个county level去看 就是乡镇的这个level去看 那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去算 就是有点像是期货的那种方式去算它的工序的曲线 然后去inform说我们之后的产线的规划等等 所以像所有这些其实如果你不是一开始就是采取一种 所有的数据都是开放的而且不受限制的使用 而且是每一个创新都可以在前面的那个创新上面去加的话 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就有这种business intelligence的系统 但这些就是在此前上都不是政府写的 全部都是社群写的这一百多种营用都是在民间感兴趣的朋友们写的 我们做的只是提供有效的即时的资料 而且不限制它的授权利用而已 所以这黑客总成功的第二个要素 就是除了好的东西我们立刻就变成实践的这个一部分之外 这些好的东西它本身也不能够阻止后面的更好的东西去形成 这个是所谓的fairness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fun 就是要不要很好玩 那因为黑客总里面 其实大家主要是来交朋友的 那个就是写程式啊解决问题 那个大概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要交朋友 所以黑客总本身的宣传它的定调 像刚刚我一直强调食物的重要性 这个就是很重要 因为你在黑客总听到题目啊 听到解决方法很多是天马行空挑 这样比本来的三观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有很好吃的食物 很棒的音乐很好喝的饮料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哇这是一个整形的概念 我很愿意去接受它 但是如果呢 就是东西也就是普普啊 然后这个又冷啊 然后又下雨啊等等 其实人对新的东西会有种抗拒的感觉 所以不管它再好 你就会觉得很保守 不想要用这样 所以就是说让任何人 他们要回场的时候 就像刚刚那个写汉儿的那个公共艺术 就进入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状态 那这次其实在疫情里面 卫福部就非常善用这个状态 我昨天晚上也碰到那个总裁的主人 就是我们的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就是负责卫福部跟公民社会的这个互相 就是分享 那也是他们的这个这些图卡的主要的作者 那总裁真的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看他家的狗 所以每次这个部长指会官 announce了什么新的政策 他就跑回家 那他家就在卫福部旁边 大概走路也是十分钟 他就跑回家 然后帮他狗狗拍新的post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张新的图卡 然后就包含说这个 不要这个这个咳嗽的时候不要张嘴 防疫期间不要吃手 手不要摸到嘴 提醒大家去缴费 还有就是室内要这个三只狗 室内要两只狗的生肖距离等等这个东西 它都非常的幽默 那这个幽默它是跨越年龄层的 它不是一种好像只有年轻人才懂的梗 或者是怀旧梗 就是任何人看到这个都会笑 那所以这种跨越年龄的幽默感 这个才能够让在场的 不管哪个时代的朋友 来解决相同的问题 如果你采取幽默感的方式 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懂 而对其他的时代来讲都听不懂的话 那这样的话他无心就会有一个排除的一个感觉 就像我们在空总那时候 就是开始重新装潢的时候 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很陡大的牌子写 行政院清创基地 因为在就是前任这个 就是马英九总统人类的时候 他们把青年创业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叫什么清创基地 清创元末末等等 但是我们当时在整修那边的时候 我就亲眼看到很多很有想法的 这个可能就是五六十岁 所以他正在想说 这个我没有工作上的负担 我终于可以来投入社会创新 他就走到门口 然后看到清创基地四个字 然后又走回去 觉得说 所以应该是只给青年人 那跟他没有关系 那所以我从那一天 我就直接请经济部装器出的朋友 就做一个全域搜寻替 他们本来那个网站叫清创元末王 我就请他们把它改名叫 新创元末王 然后那个清创基地 那个招台马上拆掉 就变成新创基地 因为你任何年龄都可以新创 那后来当然有一些联谊效益 好比像说清创总会的改变 现在叫做新创总会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想这个是一个全年龄层的 所以刚刚在讲说 要有梗要放是很重要 但是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办几个黑客松的时候 这个Appeal 就是这个有趣的客群 必须要是全年龄层 而不是特定的年龄层 不然的话这个很容易就是 对一部分人有意思 但是对其他人来讲 就是像刚刚看到 情创基地就掉头就走 所以就说快速的 让他有产生拘束力 产生实质的影响 在过程里面不排除 后进者的影响 然后以及在过程里面 有一个全年龄层的幽默感 这三个大概就是一个 就是数位社会创新 那包含黑客松在内 成功的一个基础 有五位朋友问说 在创新的过程里面 世代如果有认知差异 能不能够分享一些沟通的经验 以及可不可以给长辈跟晚辈 一些建议要太好的一个问题 我想对于现在的跨世代的合作 在那个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 就是所谓的join平台 就是大家都可以提一大堆点子 这个有很多的点子 非常的就是跨世代 那我们行政院的提点子 这个就一天到晚都有很创新的点子 好像开放医疗勇大 这个劳动节 中小学学生应该放假一天 废数区间测数 等等这些这些题目 它都是反映社会 目前就是大家最最贴耳的事情 那在这里面有很多很成功的点子 好比像说像刚刚我们不是谈到珍珠奶茶 那就有一个就是要求珍珠奶茶之类的 外带的时候都不可以使用习惯 的这个塑胶习惯的这个点子 那就是大概两年前了 左右这个 因为我们上面跟slider要允许笔名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那他的笔名就叫我爱他 像他像爱我 所以就是完全没办法推置他的生存 那但是我们只知道说他提了这个 就叫废除塑胶习惯在外带上使用 之后一瞬间就五千个人连书 变成说我们不得不面对面的去回应他 那所以这个我们内部就在猜嘛 那看报数就觉得一定是欢团的大佬 才会有这样子的号召力 那结果我们一见面 16岁一个高中女生 那他会说 都会提这个案子 因为很爱地球吗 还怎么样 没有 这是他公益课的作业 就是 他的孟明老师说 现在实现一个别署品牌 出作业 请他们的学生找到可以召唤到最多人的屏幕 所以他就去一个网络社团 叫不素质克塑胶的素 然后去看到了一张照片 好像是什么海灰 什么被塑胶习惯 什么之类的那张照片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是行销上面非常好用 然后所以他就发起这个演出 然后真的一瞬间就五千人 所以这要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们那个平台去帮他联署的 我们都有做一些问卷 愿意填问卷的人会来 就是最愿意提出新想法的人 大概就是十五六岁 就是这个面积 那最愿意来联署 他们好招支持的 花时间花钱宣传的 大概就是六十五六岁 就是这个年龄层 所以十五六岁跟六十五六岁加起来 就是它是一个M型分布 就是这两群人是在我们网络参与上面最积极最火药的 那当然我们有什么很好的理论 那就是一些这个假设 就是当然第一个假设是说他们时间比较多 就是中间中间他都很忙 十五岁跟六十五岁的比较不忙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就比较在意下一代 比较在意下一两代的这个环境 因为对十五岁来讲 他们就是下一代嘛 我们如果破坏环境的话 实实是他们要倒霉 那对六十六岁的朋友来讲 他事实上已经很开始关注 他的儿孙悲的未来了 他是有利他的那种胸怀这样子 所以总是他们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以公共制造网络参与平台的经验来看 就是这两群人是natural partner 你只要找到一个 你能够讲得出道理的 他是永续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如果做一些改变 可以让下一代的人做得更好的 这两群人会非常非常自然的结合在一起 也不会有什么认知的差异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但中生代 我们在奈小协作会议里面 我们还真的就是邀请了很多 做一次性参居的朋友 就是包含足脚心肝 也包含免息快啊等等这些朋友们在场 那他们就是中生代嘛 就大概五十岁左右 那四五十岁 那这些朋友们就分享说 他们当时年轻的时候来做这些工作 也不是为了赚钱 他们有更赚钱的事情可以做 他们至少出席的人都说 他们是为了公共卫生的关系 因为当时这个鼻肝好像流行嘛 那所以这个大家一次性参居是当时的这个 就是健康的专家 告诉大家说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才不会造成鼻肝的大流行 那当然后来鼻肝就有疫苗了 就是也有解药了 就是试一下就解决了 那所以事实上也不太需要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因为那个习惯那个文化 就像我们现在戴口罩这个文化已经建立了 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种一次性参居比较安全 或者是实案上比较没有问题的那种文化 所以现在的挑战就变成是说你要怎么样扭转这种文化 而不造成更多的塑胶污染 那所以这个从这十五六岁的这个朋友的讲解 听起来 他非常踢得进去 就是说原来大家都是为了公共利益 也不是说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那他本来可能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想法 因为坐下来面对面谈之后 也就比较没有了 因为我们如果不坐下来跟他谈 那当时正在流行礼拜五不要去上课 那所以他们就会可能像北欧的那些学生一样 就礼拜五就会去上课 然后就到街头去抗议了 那就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我们就是静人坐下来谈 然后来发现说 在中生代他其实是有那样子一种连结的能力 他可以把长辈跟晚辈所关心的这样子一种永续的议题 化成一种新的商机 好比像说运用雾碳的方式 把这个农业斐气物透过循环设计 再次变成吸管的样子 但是它不会破坏环境 又或者说透过echo design 就是你把那个杯子设计成 根本就不需要吸管的样子 那或者是说透过一个透明的就是玻璃的制品 大家都可以重复使用的过程里面 还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怕洗干净等等 就是当时就开始brainstorm各种各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中生代的这个实际执行的力量 就把长辈关心孙辈 跟孙辈有一种新的创意的这个能力把它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就必须要实际做起来去谈可行的方案 去谈那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那个方向就是这些年轻人真的很年轻来决定的 那我当然就是博恩叶秀的博恩有另外一个理论 就是说他十五六岁为什么那么积极 就是因为他到十八岁就有投票权了至少可以去投红筒嘛 那二十岁至少就可以去选人了 那所以呢你是没有这个参政权利的时候 会特别想要长一特别就是珍惜这样子的这个平台 那如果就是大家都可以参政的 反而觉得说参政就是基本权利的一部分 那这也是蛮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说 虽然现在在就是争取十八岁投票权啊等等 但是其实十五六岁这些朋友 还是在网络上面这种动员的能力真的是最强的朋友 那所以就是方向有年轻人的决定 那我们这些终胜代就是确保说这些方向 他有足够的资源在后面支持 大概这样 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对于未来的教改方向的期许 其实我们教改大概在去年就是 一马克纲新克纲上路之后 已经我觉得达到了我们当时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我们当时的阶段性的目标就是所谓的终身学习 就是不是说大家在学校里面学完了之后 出社会都是应用而已 好像截然的把人身份成两个不同的轨道 因为我们了解到说社会变化非常的快 那其实大家最需要学的就是随时学习的这个能力 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以前的学习资源是非常就是匮乏的 尤其是纸本书啊等等 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可以透过网络的各种学习来获得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怎么跟我的跨领域不同 或者是跨世代年纪不同 或者是跨文化就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 等等的这些朋友们 但是可以互相学习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那以前的应试教育就是以就是考第几名 第几名作为人跟人之间个人的互相竞争比较 基本上是排除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你看到你旁边的同学讲了就是 他的名字跟你的相对落差 而不是你跟他要怎么组合起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这些就是觉得比较是团队在竞争 人跟人之间只有合作的这种想法的人 就会变成所谓的实验教育 那当然台湾的实验教育也是全世界最广泛的 就是我们可以有10%的学生进入实验教育的体系 在实验教育散发通过之后 所以这边就试了很多的教材教法 很多是国外的也有很多是在地 创造出来有些是个性 有些过了十年发现真的不适合 但是无论如何实验教育已经累积出一套 我们叫做素养教育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的人的自信 不是建立在你把别人比下去上面 因为那个是不稳固的嘛 你考第二个名呢 第一名考的名也好 第一名转走 你就变第一名了 你有没有比较厉害 完全没有啊 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比较 那所以就是放弃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比较 然后是专注在解决工作的问题 这种素养教育 在去年的新课刚正式变成 我们国民教育的最基础的概念 那所以以后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实验教育 跟这边教育实验的落差 那在就是体系里面的教育 体制内教育 它还是一样透过学校的码会 透过校等的课程 透过自主学系的学程等等 就可以对接到它在地的这些文化工作者 这些社区工作者 甚至是说一个小学员 一个中学 一个高中 一个有做USR的大学 大家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去做地方创生 那在每一个都分别算学分 这就跟以前的Avance placement不一样 那是跳机去修更高年级的课 那这个是说我找到一个在地的共同的愿景 然后跨年龄层一起来解决 那每一个都各自算各自在学分 那你也不需要收到你的学校所限制等等 所以就说这个空间里面这边了 但是体制内的老师 怎么样子去在教材教法上面进行调整 以及更重要的 不是大考虫 因为大考虫就是那么几个人 我们把他们洗脑了 现在都已经改过来了 而是就是家长们 我们对于小学生的家长们 是觉得比较容易的 因为小学生家长们 大概都是小伟后的世代 他本来就已经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体验了这种就是网路社群的这种力量 那但是就是现在的好像说 我高中生的家长们 那有一些还是比较就是传统的 刚刚讲的这种英式教育的一种思维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向上管理 然后去就是扭转家长们 对于这种所谓的线性的学习的 这样子一种期望 那特别是在机制教育上面 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说 大家了解到说 机制教育就是你有兴趣 而且马上可以对你的社区 造成改变的这样子一种实作的能力 而不是说好像你没有办法 考到这个普通高中 然后才来基础高中的这样子 这种想法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扭转的 那大概 接下来的就是 未来三四年的 伊尼玛课堂的方向 大概就是透过终身学习 然后透过多元的这个 兴趣 视信仰赞 然后去重新把机制教育的这个能力 以及它的就是荣耀的这种感觉 对社会有贡献这种感觉 透过这种跨年龄层的对社区的实施的帮助 把它简理起来 有结果朋友们想要问说 未来是否会继续透露线上学习的系统 不管是应对以后的疫情 或者协助偏向的学童 能够更多的学习资源 当然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就是这一次的前任基础建设 就是后半段 因为那时候我们编了八年的预算 然后立法院说你只剩四年不能编八年的预算 所以我们就结成两段来编 那但是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宽平人权 那宽平人权 其实前四年已经达成率相很高了 现在大家如果有爬山 可能知道在御山上面速度还比在平地快 就是4G的那个网路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 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从偏向的角度来看 真的你有没有10 bit per second 就是我们幻平人权的那个基础速度 那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速度的话 那大部分的视群要么就是单向的 就是你下载预录好的东西 要么就是说你看起来就会抽格 特别是声音如果它抽格的话 其实你完全没有临场感 而且事实上对那个学习的东西也是不利的 那所以是至少天呢 每个月 per second 而且低延迟的这个状况 我们才能够去很优效的 去让就是所谓的双师教学嘛 就是在地了解在地学生 学习一个东西的老师 跟在比较远端的 但是他在那个专业领域上面 非常厉害的老师 两个老师透过这种远去的方式 一起教当地的学生 这种教材教法才能够接下来变成常态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本来没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动机 在学校现在也就发现说 越南青山计划 已经变了预算 然后我们也买了 只是以前都没有在用而已 但是现在就是非用不可 因为一方面是疫情 那二方面也是有 开始有越来越多老师 发现说 这种我以前的视讯不一样 因为它已经达到 快避免权的这个状况 它脑里可能还是五年前 或十年前 就是那种开Sky 还会抽格 然后看人都一块一块的那个状况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顺 那所以常常就是说 它要适用才办 会把脑里面的一些 旧有的那些不良的那些印象 觉得说 见面三分情 这个视讯可能倒扣一分情 的那个情况 去把它就是清除掉 那所以我想这个是 现在就是 你看过新的视讯的状况之后 大概就不会觉得说 那它在教授上面有什么困扰 而且尤其现在大概就是在浏览器里面 你直接就可以开所有新的 从去年开始吧 不管你用WebEx 或者Teams 或者我们自己用的GT Meet 你都不需要再安装程式 所以对学校的老师来讲 最困难的就是 他要用什么还原卡 安装程式 还有什么木码 后门啊 自然啊什么之类的 但现在都是 你那一段期间打一个王旗 就直接开 开完就直接 关掉 关掉之后也不留什么痕迹 所以其实 也是很感谢那个 Z开头的那一家的自然世界 让大家开始了解到说 就是不要随便装软体在自己的电脑上 其实浏览器很安全 用浏览器开起来就好了 不过当然我们还在跟Z开头那一家谈判 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它的那个自然事件 2月的时候 就是说它说 只会就是 视讯的traffic 就是它的储存啊 密钥的储存跟交换 只会在同一个地理区域嘛 那但是它就不小心 把它设定到的PRC里面 这个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 因为它不 accountable 它没有讲说 为什么忽然跑到那边去 这样子 那后来它就开始谈判 那目前看起来 它就是觉得 就绝对不会转到PRC 但是 会转到香港那边去 那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它好像没有好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还是跟它谈判说 这个台湾跟香港 就是 还是不太一样 不是说这个 就是 新闻自由啊 什么东西 再以前是可以相比 但是现在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大批的新闻记者 都在台湾了 各间是不一样的 对那所以 当然香港的情况 我们是保持关注 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 我们视讯的密钥 跑去香港 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对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在谈 所以说不定就是 有一天可以谈出一个结果 那但是 即使到那一天 也是 不是安装他们的软件 而是就直接用浏览器 然后开这种视讯的画面 所以我想就是 很多自然上面的事情 如果不是碰到 那大家其实整个社会 也不会花心理 花时间去了解 那现在既然大家了解了 那你就会知道 在某些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彼此信任的 而且它的品质相当好 而且你不用安装 新的软件 跟以前的状况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我这个是蛮乐观的 那有八位跟我们想问 说对于创新 会不会有世代之间的代沟 我企业里面比较资深的长官 如果想要克服自己在创新上面 偏保守的倾向 有什么建议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跟那个 苏院长合作 我完全没有觉得 他是长辈的那种感觉 其实非常的平起平坐 然后而且 而且他其实理解事情非常狂 像我把那个 吴战伟的口罩地图 当时他做出来 然后我直接把就是 平板转过来 就给他看 那苏院长 他的特色就是说 我跟他解释事情 我都不用解释第二次 他第一次一定有听懂 所以他这个 一看这个 他就说 这个就跟导航一样 就是离你比较近的 但是它是个红色的 表示你不要开 因为在塞车 以口罩的例子 就是他没有库存 或库存比较低 那离你比较远的 纸绿色的 表示说他没有塞车 那你这个例子就是 他还有库存 所以虽然比较远 你还是走过去 这样子 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而且 他这样子一讲出来 他都懂了 所以他就告诉这个 健保署说 就是投入国家资源 去让这个民间的方向 得以发生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从 采购法 或者是促餐的角度来看 这个刚好是逆向的 以前是 国家有这种创新的想法 我们找民间 最能够实践的人 去把它完成 但现在是 民间有一个 有创造力的 而且事实上是 有点离经叛道的想法 然后院长看了之后 就说 那我们来把它完成 等于国家变成乙方 然后 这个年轻人变成乙方 的这个情况 就是他来决定 这个考察力量怎么发展 我们去提供 一切所需要的运算资源 资料资源 等等这些资源 那所以 这个变成他在跟我们采购了 所以这个就跟采购法 完全不相干 这跟采购法 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这是一种 非常崭新的创意的一种模式 那所以院长 其实他就是翻转了 我们以前 对于公务机关 采购的这个想像 因为以前都是说 我们要追求最大的利益 那我们是最懂民间的最大利益 是什么 但是像合作地图 就是demonstrate 就是他实际展示了 经过 他其实开了两天就关掉了 但在那两天里面 包含新闻记者的报导 包含大家的使用等等 都告诉我们说 这个才是最有公共利益的模式 我们本来想的那些查询的方法 通通都不是 那所以我们一样 就是必须要抱持一个打不过就加入 的这样一个精神 那只要抱持着这个精神 就是等于没有面子问题嘛 没有面子问题的话 那其实后面的就很容易 所以第一个我没有觉得 这个院长是 就是长辈啊保守啊什么东西 他完全都没有这个面子问题 如果有面子问题的话 也不会推出这种广告 当时那个卫生纸之乱的时候 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广告 那他就是直接po在他的那个粉丝页 跟这些社群媒体上面 那这个广告非常有效 我们真的就是看网络声量 就可以看到 这个马上就比卫生纸之乱 那些谣言的散播率还要高 而且你看过这个之后 你就不会再去传那些卫生纸之乱的谣言 所以他有那个 我们叫做 Memetic Inoculation 就是他在 就是概念空间里面 去具有有点像是打疫苗一样的作用 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 而且你笑出来之后 你就不会再相信 卫生纸之乱的谣言 就是你就牢牢的记住说 卫生纸之乱哪没做的 医用口罩是台湾的不知不 那这两个 我们不管生产再多口罩 也不会导致卫生纸缺破 他身上全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非常没有面子问题的 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包装 对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就是可以试着看自己的玩笑 那然后试着去充分去授权 说那如果就是年轻人的主意更好 或甚至不是组织里面的年轻人 是组织外面的年轻人的主意更好 那你没有本位主意 没有说这个那一门的帖 不是在这边发明的 而是说好 那个主意好 那我们就尽你欠我们的力量 去让那个主意得以实践 那这样子的话 你跟创新者的关系就改变了 以前外部创新者至于你 有点像是火迹关系 就是你想到一个东西 然后他有点像是你的下游厂商 但是现在就变成伙伴关系 他想出一个主意 然后你尽你所能而来做 那这边有些你没有办法取得的 那你就很老实说 这个部分我们不能取得 他们说24小时营业 我们邮局中央24小时营业嘛 那我们就必须要 照24小时营业的超商来探 那他们就是伙伴关系 也不是伙伎关系等等 所以但是那个方向 是社会部门决定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比较资深的长官 很容易放下本位主义的方法 就是不要一切都觉得 是要在组织里面解决 而是说 有些我从外面的角度来看 你真的不错的想法 那我激发我组织的创意说 我们怎么样帮外面的这一个 创新者完成他的这个想法 那这个就可以很容易地去 克服这个带楼的问题 那有时会朋友们想要问说 媒体业者为了点阅了一下 耸动 而且甚至误导的标语 那民众只看标题就开始转发 造成错误资讯的泛滥 请问要如何打破这个恶讯循环 简单来讲就是 门路很说 不要讨厌媒体 要一起当媒体 就是说我们在行圈里面的 基本的想法 为什么这个叫做 Humor over Rumor 就是说 我们的东西要有梗 然后要好笑 然后这个好笑的程度 有梗的程度 必须要大过那些耸动的 那些媒体的程度 那所以 这个是非常 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说 像这个 就是 就是我们只有 我们只有ED 这个你很难笑的 比这个更耸动 尤其是行政院长 本人出来 所以他在那个 就是以传播的效率而言 基本传播术而言 你真的很难比这个 包含它的那个 配色啊 它的样子啊 都是卫生纸的 那个盒子的样子 所以当时的就是 大家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 package 也很难 透过一个 标题误导的方式 比这个更耸动 它本身就是 最耸动 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那这个是 非常多的 就是 部会的朋友们 现在就是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来学习这一套 就是更多的这个做法 那当然总裁 是其中的佼佼者啊 那但是 当然还有就是 就是更强的就是 还学习这个 当然很多人知道 我就不在这边追书 大概就是说 我们要善用 这种多媒体的能力 那这个多媒体 它在大家的手机上面 大家其实主要是受到 这个颜色啊 配色啊 字型啊 以及它所激发出来的感受 所影响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不是 就是 你用你的字去拼人家的字 拼字的话 两边差不多是云里地 而是现在都是拼图 那这个图的配色 它必须要 调动出大家的情绪 那如果大家的情绪 在网络上面容易传播的 大概不外乎两个嘛 就是 开心的情绪 幽默的情绪 然后一起同仇离开 愤怒的情绪 这两种是dominating 其他的情绪 大概比起这两个来讲 传播力都是非常非常少 那所以我们现在所谓 humor over rumor 就是说 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把它弄成非常好笑 你看它就会忍不住 要笑出来 忍不住要笑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分享 就好像认为好笑的事情 但它也不是专门好笑而已 就是说 在室外要有两 就是两只狗的距离 这当然很好笑 但它讲的是一件很严肃 很认真的事情 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它不是为了 划众取宠 不是为耿徒而耿徒 而是说 它希望你效果之后 在脑里对一个 对于公众有利益的事情 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 就好像说 室内三只狗 室外两只狗 这个你听过之后 大概也就很难忘记 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传播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然标语容易舞蹈 但是这个舞蹈的标语 为什么会传播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 同仇离开的一个情绪 或者有个愤怒的情绪等等 但是我们要如何 在这个愤怒的情绪 开始渲染之前 就先把它拦截住 然后把它透过幽默的 升华的这个方式 让它变成是大家觉得 很好笑的 很有意思 那这样子之后 其实你关于这件事情 笑出来之后 就不可能再有 愤怒的感觉 或愤怒的感觉 大家就会开始 就事论是讨论说 真的这个三只狗 就够了吗 像三只半年 还是怎么样 这种距离 那大概就比较不会 开始就是 被这种媒体去舞蹈 所以这种目前 就是那个 很具体的沟通的方式 那每一次有这种 就是 就是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去确保说 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 那事实上现在大部分 不会一小时之内 就可以出根图 那就再举一个例子 就好 那因为这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经典 所以还是举一下 对 那这个例子也是 当时在就是选前 这个有一个谣言说 什么就是烫头发 七天之内烫两次的话 这个会发一百万 那这个当然是让人觉得 很愤怒 这个政府可能很无聊 通球第一看 等等就开始传 但是它传到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这张狠图就出来了 那这张狠图是 我觉得非常经典 就是 所以我们在那个国际上 都把它当作教材啊 就是说 它不但是 满足二二二的原则 就是说两个小时之内 出来 二十个字的标题 然后两百万字以内的内文啊 事实上它的编排是非常棒的 就是它一开始就说 房间有个谣言是假的 然后 有一个年轻的照片 说 就算我现在没头发 但是我以前有过头发 我不会惩罚有头发的人啊 然后底下有一堂小字说 我们做的是 药剂抢商的标识不一定 而且二零二一年才生效 是在那个 就是染发剂上面标识啊 不是去发烫头发的人 但是它那个 就是民音的部分 是在底下 就是目前的状态的院长 然后说 你一周内如果探 探好几次头发的话 不会伤口包 会伤头发 那严重的时候 只要看看我就知道 严重的时候怎么样了 那所以 就是说 真的是很有格 而且他开的是自己的玩笑 所以这并不是 就是有敌意的幽默 这个是 完全是升华的幽默 就是他开自己的玩笑的那种幽默 那所以你看过之后 你再看到说 齐天内人发的谈话 会发一百万 你只会想到院长的头发 不会想到什么别的东西 那所以 这个一拒出来之后 马上 went viral 就是散步率非常高 只要找齐天内人 发他们罚款 你去图片搜寻 一定是找到这张图 本来的那个谣言图 已经没有人再找得到了 它完全被埋到 可能第五页 第六页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任何人看到这个之后 就不会再去传这个谣言 那这个就是用 类似公卫的那种角度啊 就是透过幽默 来建立大家 在心灵上面的防御力 让本来的那个谣言的儿子 可以小一一啊 就每个人看到 不会传到超过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 这个谣言就像 就是肺炎 一样就废掉了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有九位朋友们想要我推荐几本书啊 以及推荐的理由 不然变成读书会了 我们的那个网站blog.pdits.tw 常常会有一些书品 pdits就是我的办公室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那我最近是有推荐两本书 这两本书 我都有写老读 或者是书品啊 那一个叫做激进市场 它是一本经济学的书 有个叫做Glaine Weil的经济学家 他是经济学员 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的年度选书之一 那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激进 就好比像说他认为说 数据是一种劳动 那所以产生数据 然后比较我们的空气盒子 应该要组成劳动合作社 然后组成劳动合作社的话呢 就没有资方跟劳方的这个差别 而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决定 说我们收集的数据 应该要去交给什么样子的人去使用 包含授权的分润 那以及他的控制权 都可以透过这个传统劳动合作社的方法 来处理 那这个其实就是结合非常古老的 那个什么 什么罗斯戴尔原则 那跟非常先进的 就是像区块链的治理技术 加在一起 变成了新的经济学模型 那我现在收拾其他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用第五章的这个概念 就是提了一个案子 就是把健保快乐童里面 未领取的额度分享给外交部啊 后来叫做护台湾主世界嘛 的那件事情 那就是用选择权去换显明权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因为大家以前听到 donation或捐赠 都是你先买了嘛 你的物品 然后捐到国外去 但是现在是 捐的是一个 dedication 就是说你的心意 响应的心意 你放弃十四天之内去领取 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口罩了 然后把这个放弃领取的心意 响应到外交部去 那这个就是 刚刚讲的数据及劳动 因为你付出的只有你的数据产制 就是你愿意在某一天去按一下 这个响应口罩捐助 但它的那个外交效果实际上是非常好 就不但昨天的那个论坛里面 我也有提到啊 就说这个 我们捐助的这个 可能二十 两千多万片 都知道里面 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四百五十五万 是有五十八万位台湾人 所捐助的 而且不只是citizen 也有resident 因为你有捐健保卡 你就可以响应嘛 那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就是他直接打入名字 如果他愿意写名的话 就有点像一个荣誉榜一样嘛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 我就是响应了六片 但是唐宏萍响应了十八片 唐宏萍有九片 唐宏萍也有三片 所以名字里有唐宏萍 一共享用到三十六片 这个 就是荣誉榜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护台湾猪世界又很容易遗迹 那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好像是 大家的一个 共同体凝聚意识的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们的状况真的变得好了 变好了之后 有一些朋友 就会开始去想说 那在世界上 还有很多状况不好的医务人员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真的用不到这个额度 然后去领取 那我们也发现说 因为就是你多天重复的去 去捐助 那你每十四片按一次的话 它就只有 这个十四片算一次九片 我们就看到很多朋友 现在就是存到三十片 一次按 因为三十在这边量我也数 看起来就是比较 比较猛一点 对那所以就是 也开始有不同的策略的出现 对但是为了如何 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数据级劳动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去 去测展出 我们要分享出 什么样子的数据出来 在这个例子里面 是你为了学 骗出你的名字 跟当天的日期 那这个跟个子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就像我们去捐助一个 就是NPO 我们也会希望 我们的名字 列在那个捐助的上面 它只是跟我的别的行为 不要有所勾连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面 只有片数跟日期 所以事实上也没有什么 个子上面的伤害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应该要默默行善的话 大概有一半的人 是按默默行善 那就直下到总片数去 而不是把你的名字 先录出来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像昨天那些 卫生部长而言 他们实在很感动 因为就不是 就是台湾的外交部送他们而已 而是台湾人送他们 而且不是抽象的台湾人 就那么五十八万七千九百四十五个 而且还在增加中的台湾人 所以我想基金市场这本书 就是透过机制设计 就是Mechanical Design 去设计大家 怎么样子参与公共事务 而且是用一种 公共都可以参与的方法来设计 所以它是Participation Mechanical Design Mechanical Design for Participation 这两个是一起讲的 那这个如果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话 是很推荐大家看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Network of Outrage and Hope 就是愤怒与希望 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 这两本都是刚刚中文版才刚出来 那愤怒与希望大概讲的就是 在占领的运动的过程里面 像318等等 或者是滞后香港 那占领中环 一直到流水式的运动的时候 在里面怎么样发生出新的审议 发生跟决策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大概也是我们现在跨国 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时候 我们就是透过 穿套上会叫第二轨外交 可是我现在大概都不这样讲 我就是讲公民社群或公民外交 那为什么这样是因为 就好像我们以前 我们说第三部门 好像是说在经济部门跟 治理部门之外的 社会部门是比较小的那一个部门 可是我们现在外交主要是靠社会部门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第三部门 或第二个外交 我们就是说公众外交 公民外交 社会部门等等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说 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像韩国人在用台湾人所做的口罩地图的时候 日本的东京都的知识 他有在推特上感谢我妈去 就是把这个日本的那个 COVID-19的Dashboard 也帮他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来看 而且可以参考的东西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先用社群的身份 社会部门等于职工的身份 去做到总化国的计划之后 才发现说里面有些职工 同时也是政委 有些职工同时也是内阁官员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非常有效的可以促进外交 那这个外交的促进方法 就跟传统上 以外交官为主的方法是相当不同 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就是看到当时全世界都在占领运动 说他们之间 怎么样彼此就是合作 这也是一本很值得参考的书 大概是这两个推荐给大家 好 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 有七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要怎么样在公司内部 去有效营造创新思维的环境与氛围 那有一个最有效的就是 大家都换了办公室 这个是最有效的 就是像我的办公室的组成就是这样子 我们匹里斯的网站 里面有我们的那个成员嘛 就是 额 跌落我们这边 好 那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现任的成员嘛 就是一些 看起来就很欢乐的人 然后还有一些前任的成员 还有我们每年的那些见习生 那我们办公室其实不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二十一个人而已 所以去掉我之后二十个人 那这二十个人大概一半一半 就是其中一半就是 各部会借掉来的朋友 那他们就是 师职上面 薪水还是那个补货 会在付 但是他的工作场合 变成是 就是我刚刚的那个 在公园里面办公 就不是说 因为我们行政院是那个 国定古籍嘛 里面有一个庭院 所以我们现在都说 不是庭院在正院里 变成正院旁去庭院里 就是一个在大公园里面 然后行政院的 各个来这边住点的人员 来这边办公 那每个人都当然 接着调过来的时候 职级不一样嘛 有的是科长啊 有的是专委啊 有的是像 也有处长啊 直接调过来等等 那所以这些朋友 当然是非常重要 那但是从 像燕宁 他是本来NCC法制处的处长 那所以 其实每个在各自的部会里面 也都有一些资源可以运用 但是他们来我这边之后 他们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 work out loud 就是不怕其他的部会 也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计划 而且 几乎每一个跟民生比较有关的部位 大概都在这边嘛 我们有内政部 有文化部 教育部 国发会 NCC 之前财政部 外交部局的时候 有十几个人在开队 但是anyway 就是这些朋友们 那这些朋友们 只要有一个创新的想法 好像说文化部 忽然发现说 那个省和补助 非常花他们的人力 他把补助改成奖助的话 这个不但变民也变幻 而且 因为他们没有公共形成替代仪 没有办法交给替代仪去做 所以他们就把 所有这些青年相关的啊 很多都说农村再生啊 这个就是在地社区营造啊等等 都把补助 一个一个都改成奖助 那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发生的时候 是在我们办公室 是一个公开的场域发生的 所以教育部的朋友 就是一听到这个 就觉得 真真非常好 那他就会带回教育部 就是邵宇嘛 就带回教育部里面 教育部也开始 就是至少从青年署 开始切换变成奖助 而不是补助的模式等等 所以就是说 他其实还是在做 各自补会的事情 只是他不怕把他的 这个部会的创新 这个次组织的创新 一下子就提到院本部 然后让院本部的所有其他 在这边注点的朋友们知道 那当然我们另外一半 大概就是以设计师跟 呃 就是都是设计师 因为设计师居多啦 那所以好比像说 从那个CIAID 就是各办 他各个设计学院的这个 林初一样啊 或者是之前的就是 其实有非常多设计师啊 像现在的浩婷啊 方瑞啊等等 大概都是RCA嘛 或者是浩婷 我们是从Ideo上海 挖角过来的 大概都是在设计界 是相当 就是有规模的一些组织 那他们的做法就是 去辅导成型的大企业 去跳出范茫思考 然后去直接跟利害关系人沟通 然后快速的达到一个 平常他都想不到 但是诶 就可以解决问题 的这样子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这边设计师 一向是占非常高的比例 那当然也包含 架头设计啊 互动设计啊 城市设计啊 等等这些朋友 那这边构成另外一半 那所以这两半的人 其实文化也不一样 与会也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可是因为双方大概 刚好势均力敌 而且大家就是整天 没事就是一起吃午餐啊 一起找事情做啊 等等 所以呢 这个经过一两年的磨合 大家都发现说 连彼此之间都是为了 共同价值在来工作 那这样子一下子 就有一个重新的环境 就是说任何破坏真的卡住 然后没有办法解决了 那总是好像生物多样性一样 它可以马上来20个其他的角度 来帮它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有非常多 成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像法务部 我们这边也有人嘛 像之前的那个 卷证交换啊 就是司法院跟 法务部中间 一直都是只能用纸本的卷 因为他们觉得电子的卷 这个不安全 或怎么样 其实纸本更不安全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说 这边明明是列印出来 但是这边列印出来的 那边那边要扫描一次 但是这边其实上 他的印出来也是扫描过的 所以他还要把自己的券再调回去 因为他不相信对方的扫描结果 所以变成一个券要扫三次 那这种就是非常疯狂的状况 那就是实际引入了 包含我们在这边的铸铁的国发会 跟NCC的这边的意见 然后就去说服司法院 那现在一直到这个法院 都已经变成用电子的方式 做全身交换 那事实上就是 我们就告诉他说 你看NCC做过了 NCC 当时就是 就是叶宁一开始在 自己认职的时候 他们当时的主委说 如果开会给资本的话 他就不钱 好 那所以 就是一定要用电子券 所以一瞬间 这个NCC都电子化 所以就是每一个的经验 都可以变成其他的 四组织的养分 那每一个也不能派 超过一个人来 因为如果外交部派十个人来 我们就偏外交部一个科了 那这样子也不行 所以就是他要慢慢轮掉的这个方式 就是来了一位科长回去之后 再来一位科长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当然是我们营造这个 内部创新范围的做法 有个朋友们问说 对于最近中有个例子 遭受这个 Ransomware的软件 那怎么样强化自然防护 非常好的问题 自然防护大概就是要主动 主动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叫做Threat Hunting 或者叫做Purple Teaming Threat Hunting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被动的在那边 就是被打到的 然后才感觉到 不是这样 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先去请一大堆人来打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至少跟我比较有关系的 策划的这个计划里面 大概都会直接去 我们的Continuity Management 里面的方法 大概都是靠这种 就是Threat Hunting来做 就是我们像沙伦的那一个自驾车的测试厂 它开目前半年 我记得 当时就是去请科技部做了一个 Grand Challenge 去找白帽骸客来打 然后看能不能想办法把那些模拟的自驾车 弄到轨道外面去撞人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在还没有真的开张的时候 就请他们来这样子打 那当然到最后没有真的打下来 又会像我们内部刚刚讲 跨部门的那个协作的软体 Sandstorm 我们也是请白帽骸客 顶尖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估计上面得第二名指数 美国队的那一个来打 那他们真的打扫到三个漏洞 而且这三个漏洞 他们都有公开用 是开放城市嘛 所以他们也有好像徽章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补强之后 他们就说这个真的是 非常可以信任的一套软体 所以我们就一直用到现在 开放给所有的公务员使用 也包含我们视讯软体像我们用的GCMeet 那也是去请这个自然处基辅中心来打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会达到一个过程 叫做Purple Teaming 就是说来打的这些人 他不管有没有打下来 他让我们防守方能够了解 攻击方是怎么思考的 而且呢 他把这个思路传给我们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有以后更高干的 顺着他的这个思路来打 他说不定这个纵神 又再被打下来一点 但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害怕了 因为我们大概已经知道 红队的思路是什么 所以蓝队就可以顺着这个思路 去做一些先期的警报 做一些Honey Pod 去做一些攻守的演练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 这个蓝队就是防守方 完全不知道攻击方怎么思考 那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再平常去做兵队 那这样的话他就是被动的防守 那这样你只要碰到朋友 创意到红队 马上就被打下来了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就是Purple Teaming 如果就是你要做这个企业里面的 就是自然防护的话 最重要的事情 就不是只是 请外面的渗透测试厂商 而是确保你的资管人员 也能够像海客一样思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疫情虽然控制的很好 但是目前受感染的例子 在国际别的上面相对低 台湾会不会变成 疫情二次爆发中 唯一没有抗体的群组 有没有应对的这样子 应该是不会 因为就是以目前的R8U来讲 要有her immunity 其实是需要绝大部分的人 都被感染 才能够叫做一个有抗体 而且到那个时候 病毒手病就突变了 所以其实现在国际上 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 他们可以达成her immunity 那有一些好像说 应该是瑞典 或者是以前的英国等等 他们看到新的模型之后 也纷纷放弃了 本来的那一套思路 所以目前这个 所谓her immunity 这个思路在国际公卫上 并不是一个 就是实际上面 被某个国家 很认真的采用的一个做法 如果到最后70%的人 真的感染了 那个是灾难 那个不是故意的 对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他的病程很长 所以你如果70%的人感染的话 你的医疗体系 不爆炸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在短时间 现在那个医疗体系 超过承载量的话 那其实还在不及 大家都有抗体医疗体系 就已经先挂掉了 那医疗体系挂掉之后 大家会因为不是 COVID的原因而死亡 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变成医院 没有能力去处理别的 就是重要的 就是伤病患等等 所以第一个 我们不会变成 唯一没有抗体的群組 应该没有谁很认真的 在做READMNT 这一套 那如果有的话 那个不是故意的 而是一个灾难 那第二个是说 有没有应对的政策 当然快晒疫苗 这两个是最最基本的 因为这个READMNT 已经核针出来了 药物的那一边 就是很稳定的在走 那所以不确定性 大概都是在快晒疫苗 这两个上面 那疫苗 还好我们已经有物理疫苗了 就是大家正在戴的口罩 就是只要大家继续 又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就相当于有疫苗 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最不担心的 因为双方都戴口罩的情况下 穿染的那个factor 会被降到这个一个零头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那所以这个 基本上那个READMNT 你不管再高 你扣到这个零头的时候 已经等于不存在了 所以只要大家持续 就是在就是 社交距离不够的时候 用戴口罩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已经有疫苗 那但是快晒 确实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因为如果我们接下来要有限度的开放 比如说你有西兰啊 或其他地方 或我不知道 这个香港啊 等等的这些地方的话 它当然一方面有地缘政治的 这个各种考量 这不是我的专长 但是二方面是说 你必须要说服双方的人民 说这个开放 不会被双方的人民 带来麻烦 那在这里面的READMNT 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在政策上面 第一个我们鼓励 一个种新的READMNT的出现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就像大家都知道说 你的红外线 这个量体温 额温腔什么 每一个都不是非常准 但是当你在一天里面 要量那么多次的时候 加起来就蛮准的 就是说你很难做发烧 然后一天 像我一天大概平均要被量 7次 额温左右 那其实我如果真的发烧的话 一下就量出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整个社会是 有点像我们资安的纵身防御一样 就是每一个都不是非常非常准的 Rapid Testing也好 Symptom Testing也好 等等也好 但整个社会已经把 做这个当作一个习惯 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那这样的话 其实爆发这个局部的感染 它基本上是很难传出去 那大家也就会 立刻就会提高接近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目前就是工卫的成功 是仰碍于所有人 都对了行病学有基本的了解 然后每次国外的媒体来问我说 到底台湾是因为 采用了数位技术 像我们的那个Digital Fence 就是居家的那一套系统 就是数位为例 还是说因为我们有彩型口罩 到底哪个才是最重要的技术 那我都一律跟他们说肥皂 肥皂才是最重要的技术了 就是每个人都知道 内外加工大力丸 这种这个洗手的方法 都会使用干洗手 这个桌上都放映一看洗手 我现在看到就会 就会自动的就开始洗手 那这个才是重点 那就是口罩也好 或者是App 或者其他的数位技术也好 都是建立在大家 有良好的吸收习惯 在这个前提上面 如果大家都有良好的吸收习惯 上面这些让人紧上天花 它可以继续扣R value 但是如果大家的吸收习惯不良好 其实大部分Study都告诉我们 说带来口罩反而变糟 对那所以就是一切都是建立在 良好吸收习惯上 只要大家继续有良好吸收习惯 那我们后面的快闪也好 后面的疫苗也好 大概都可以等得到 那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数位治理模式的革新 是不是能够克服目前大陆小县 预算分配限制 从而协助地方的区域的区分发展 那对于蔡总龙提出来的 大南方大方展的这个计划 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怎么样政策 才能够透过地方创生 来创造新的交易机会 该好问你 虽然是三个问题 但是我们就一一来回答 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受那个 就是赖院长跟陈主委那时候的影响 当时我的这个 就是社创办公室开幕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礼拜三不是都在这边嘛 然后上午是可以直接走进来嘛 那下午是事先预约嘛 还有一套预约系统 我就把那个时间表贴在我的这个办公室的门口 那然后当时那个赖青的 就副总统前院长 来的时候 院长来的时候 他就一看就说 这个跟我们那个 内科医师的那个办表 一样 就是一个门针表 然后呢他就提醒我一句话说 可能最需要来看门针的人 不是在台北 那而且大概也不是在高铁山附近 那他讲的完全对 因为我一旦开幕之后 来找我的人 不是在高铁山附近 就是在双北 因为对他们来讲 时间成本最低嘛 他就直接来就过来了 那对于 特别是东部的朋友来讲 其实他过来的时间成本非常高 他如果花4个小时才能来 换到我40分钟 那就不一定要来了 那而且当时 大家还没有那么多的 那个视讯连线的技术 或者是习惯 那所以后来我就 就是听了这个蓝院长的话 那后来我就去研究说 他怎么做的 那他的做法 大家可能知道说 有一阵子他在台南的时候 就是跟议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进议会 那他没有进议会的时候 并没有闲着嘛 他就是在台南的美区 去办国民论坛 然后去直接跟当地的 就是可能里长这个层级的朋友们 进行讨论 然后直接收成市政的这个计划 所以他就是单点单点的 这样子去巡回 还有一个很明确的巡回 起程表 那所以我实际蛮受他起发 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办社创巡回 就是说 除了礼拜三在这边之外 礼拜二 我就固定去挑 而且都是挑一些 就是离高铁越远越好的一些地方 特别想说内地啊 就是南投嘛 那或者是离岛啊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地方 东部啊等等 那所以在这些地方去的时候 我通常也会 前一天就礼拜一晚上就去 然后就真的在那边住一个晚上 然后听当地的 可能是产业啊 或者是社区发言协会啊 或者是合作社啊 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就是 部落的议会的长老们啊等等 去实际讲他们的状况 然后去体验 那提问完之后呢 到礼拜二 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连线的会议 那去一向一向的解决 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是一个人去 但是我是透过 有时候还有那个族语的翻译啊 连到联会台北 那台北这边就是 刚刚讲的十二个部位的 可能科长以上的层级 都在台北 等于是备群这个概念 那后来因为这个经验实在是 蛮好的 所以后来就包含台中这边 就是那个金武图书馆楼上 射床的那个基地 那还有桃园 高雄 台东花莲 大概都有加入这样子一个网络 所以每一次 光是自我介绍的翻译石就过去了 那那没关系 有一整个下落的时间 所以在地的朋友提出问题 然后在台北的朋友解题 那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这叫做逐字管口 每一个字都管口 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就是 在台北的朋友听了在地的局处的朋友 有一个抽象化的一个意见之后 然后觉得说我已经解决了问题 但事实上造成更多地方的问题 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改 看说有个案的协处啊 有这个政府的计划 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它有些非常细啊 它比如说甲酸酱叶 橙香叶牛 张叶原生草药 到底能不能够快速通过食药书的这个情况啊 偏向网路的监制啊 这个 产品销售管道的补助啊 咖啡业啊 什么木鸡文化啊 等等 就是它是真的是非常在地的 就是它是实际上大家碰到的问题 那但是很多都是跨不回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以前都是说 内政部收到你的文 然后说没有这是卫福部的事情 我要喊转它 或者是说这是财政部的事情 我要喊转它 那每次喊转那个 就是压缩就掉一些资讯 那所以到最后喊转过来的同案 那这个大家觉得已经解决了 事实上就没有解决地方的问题 那就是很折损 就是地方跟中央中间的信任啊 那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嘛 因为内政部就不能说 我要喊转卫福部 因为它 卫福就是做它隔壁 它转头就 它就会看到卫福部的承担科科长 而且都是在双向直播的情况 所以那就不得不就是在现场就讨论出方法来 那有时候真的是跨到三个步回 好比像说之前 劳动合作社很多是居家的情节啊等等这些服务 到底它的那个税要怎么样算是 穿透式的算吗 穿透式的算呢 会不会变成假合作社真雇佣呢 那或者是健保的补充保费 那这个补充保费要怎么解决呢 那非常要细的这些东西 劳动合作社的一些东西 但是就是因为内政部和团司 然后财政部付税署 然后健保署等等 大家都在现场 那所以就是在第一提出来之后 就不会有种好像我们在踢皮球的这个感觉 而是大家都开始讲述了 我们在意的价值是什么 补充保费的设计到底是怎么来的等等等等 在一起马上就找出一套个性方案 那以后劳动合作社的税跟补充保费的问题 就当场解决了 所以就是说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公务员并不是不想解决问题 而是说提出问题的那一个人 在此之前的那个可及性非常的低 就是说你大概很难想像说 就是中央部会的所有的公务员 然后所有人都跑去南头 然后待一整天 然后大概三四十个人 然后只解决三四个个案的问题 这个基本上是很难去报支交通费的 但是我一个人去 然后带着直播的团队 然后他们只是到仁安路三弹九十九号 去远距的被寻 这个上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走路就到了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环境 所以后来就是透过这样社长巡回的方式 来促成地方创生的这个计划 那我自己对于地方创生 我是觉得说非常棒的一个愿景 就是说不再有所谓偏向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要靠 好比上说大学 他在做USR的时候 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就是研究 或知故的那个兴趣 而是说他的解决的问题 是由在地的这些公司会议等等来行程来决定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USR 因为那一期计划也是我们社长方案的一部分 我就请他们把他们的USR都调整去 不要再做那种就是start up incubation 不要为了新创公司的家属而去创业了 因为大学预程中心真的已经太多了 不太需要USR 这边的潜在在过去 而是说他就是要去解决地方的问题 地方问题能够合格到永续发展目标 就表示说你在解决地方问题的时候 那个模型以后是可以外销的 你也不用去管说有没有太 这个地方化不够国际化的问题 你把它解决得好 我们自然会有足够的国际的舞台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非常赞成的地方 创成这个计划 那他往大男朋友他方向的方向 我觉得是非常对的 其实当时我在入阁的时候 就已经谈到说我礼拜四的院会 礼拜一的政府会议 要在台队之外 其他我都不想再在台队 那但是当然就被媒体报成这个在家上班 但是其实我都没有在家 我就是在巡回全台湾 那或者是我就在社团中心 然后连线到全台湾 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那个 不会守到行政院的那个建筑物 首先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NCC有意归管境外的 OTT 要怎么管啊 有没有办法管啊 会不会引起民众反弹啊 看不到IC怎么办呢 其实跨境的这个管理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 就是在当时就是竞选的时候 大家对于假讯息是深恶痛绝嘛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NCC的检举网页 竟然会变成年轻人最想改的那个网站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检举某些特定的电视 那我就不讲名字了 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 这个题目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的题目 而且大家也发现到说就是 有很多有疑似的操纵嘛 比方说说什么 网站文章指称香港暴徒的酬劳护光 杀井最高给2000万 那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就是说 他这个Pay反而是主要在台湾操作 反而不是在香港操作 他们因为在香港一下就被看穿了 但是他们当时就是11月15号 为什么要专门操作这个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说 这变成大选里面 几乎唯一重要的一个议题 你如果能够破坏掉 台湾人民对于香港抗疫民众的支持 那你就可以操纵台湾大选 那如果像台湾当时大家还是支持 香港的朋友争取自由 争取民主 而且是各党派都必须要支持的话 那他们操纵台湾大选的能力 就变得非常的弱 因为它变成唯一重要的一件事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必争之敌 所以他们就用非常多的方式来做 那举例来讲 这是路透社的一个实际的照片 说游戏期间有一个少年的示威者 要求香港进行民主改革 就这样 那但是呢 他就被盗土 然后盗土之后 就加了一个不同的标题 说参加暴乱活动 受到的酬劳 让他可以买新款的iPhone 有信息 还有名牌运动 打算叫 请弟弟一起做 所以这个 这个盗土是违反制裁权的 这个可能 就是贸易谈判的时候也要谈一下 但是就是说 总之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Reframing 就是重新的把它包装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 当他又再加上精准投放 就是去付钱 然后在大选期间 投放给特别 会被这样子的人群煽动的时候 他就达到分化社会的目的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就必须要 跟这些国际平台来谈判 那一方面 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的系统 就是我们会请 比如说台湾市场的中心啊 Michael Penn啊 等等的这些组织 去帮忙溯源 去看这个讯息 最早被这样子 恶意的改作 是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那他们就找到了 是中央政法委 长安检的微博 那所以就是 人家的这个 中央政法委员会 是等于是 它不是什么 匿名的地下的操作 是 就是人家的Pokakena Unit 他自己是率先发这个微博的 他也不是什么 转船 网路新闻转错了之类 它是一个 有意为之的一个定调 那所以我们就拿着这个 然后去跟国际的这些平台谈判 说你看现在人家是有意为之 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他们在一项推特上面 去发散这些讯息的时候 连翻墙都不用了 他们在一般的如果是在 那PRC境内 要去做这些操作的时候 他得先VPN嘛 先翻墙到外面 在外面的IP进行操作 但我们发现这一批操作 他连翻墙都不用了 他直接从就是PRC的那个 就是功夫网 就是break firewall里面 就可以操作 所以你要说这个不是 stay sponsored 好我也相信 这是叫stay blessed 就是说他们人家的治理尸体 这个保佑他们 让他们可以不用翻墙 就做这些有系统的操作 所以当时呢 我就跟他们来谈判嘛 那谈判 当然是要就是 带着社会常规去谈判 所以当时我就是拿着这个 就是reader所做的 因为我们当时的真实现金法 已经修改了 这些现金大家知道 在以前只有监察院可以审 但是监察院因为我们就是 倡议了很久 那总之在之前的选举里面 他们就公开每一笔 真实的现金 以及他的支出 而且是逐项公开 而且是开放资料 就是让任何人都可以 再去进行分析啊等等 所以他就可以去算说 到底是哪些 就是产业界的朋友们 去支持哪些立法委员等等 那但是这些现金有个特色嘛 就是只有国人才可以捐 外国人是不能捐 我们的政治现金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norm 就是台湾这边的社会常规 你去问不管哪个党的支持者 大概都不会同意说 国外的财团匿名的 来捐我们的政治现金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就去跟 这些大企业说 那可是我们有证据显示说 再前一次的选举 就是市长选举那一次 你们在PRC 赚了很多的广告费 这些广告的投放 大概都是政治以及社会性质的 考虑到你们的平台 根本在PRC没有营业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说 它事实上就是 境外的广告的投放 来影响我们的选举 而且还没有上千产院 这样子主理的透明 所以当时我的谈判策略 就很简单 就是你要把这些 都视同政治现金 然后跟我们的政治现金一样 不能用境外的钱 而且境内的钱 你必须要去主理揭露 就是包含它的公司登记人等等 而且是即时的注意揭露 就是不能比建厂院差 简单差 那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没有立法 这整件事情都没有立法 因为 不然的话他们可以主张 他们准具法 这个不适用 台湾的法律啊 他们的私服器在 爱尔兰还是在美国啊 还是在什么其他地方 就是OTT可以用的 论点它全部都可以用啊 那但是呢 我们没有这样做嘛 我们做的是说 我们建厂院通过了新的政治现金 反而是已经使用过一次了 而且这是一个社会常规 那所以我们希望 你我们也没有额外的要求 就是跟建厂院一样 有人投放政治广告 确保他是本国人 揭露他的姓名 到底他往谁下了 怎么样子的广告 这样子即时公开就好了 那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那在选举期间 可能就不要来投放真实广告 根本不要做这个生意 那也可以 那所以Facebook当时就答应 就是即时公开 所以确实以前那种 就是比较分化式的操作就消失了 那像Google就是说 好那我们在集群期间 就不接受政治广告 那这也可以这样 那他们为什么会答应 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怕我们立法 我们立法说真的伤不到他们 那他们答应的原因 是因为怕被社会抵制 因为因为台湾人抵制的能力 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抵制谁谁到 那而且我们又能够 讲得出一套 就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我们的Banner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说 监察员这样做 我们也好好跟人家谈了 人家就是不同意 那我们是不是开始抵制呢 对 那所以就是 那这个他们真的是 还蛮尊重的 就是台湾的社会部门的 这样子的就是能力 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未来啦 因为反正 NCC 愿意在法律刑期来进行处理 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法律它是 开启一个对话的空间 就是说 让它如果愿意改协归政 或者愿意落地 或者愿意 以就是台湾这边来 来控制它的资本 或者像Uber 一样去靠职业登记车等等 就是你指引一套明路给它 那但是如果它不做这套明路的话 我们主要靠的并不是断网 这个真的是做不到 也不是立法区 透过国际司法部署 这个或许做得到 但成本很高 而是抵制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样子的事情 会造成怎么样子 社会的伤害 或者是安全上的伤害 或者等等这些的伤害 那这个足够多的人知道之后 自然 没有走那条明路的人 就会受到抵制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 真正不引起民众反弹的做法 或者说 这也会引起民众反弹 那反弹就不是我们的 反弹就是那些 所以就是没有照着大家的 norm 大家的常规来做的这些 就是经济活动 那 有个朋友这个说 可能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扶植台湾自己本身的内容产业 这个当然我非常同意 其实在我们的 就是空总的那一块里面 社会创新是其中一个 那其他包含这个当代艺术啊 或者是科技的演示音啊 等等也都是在那一块基地 那所以有况的话 真的就是可以去多想一下 我们怎么样子在社群平台里面去 就是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输出 这个是当然非常重要的 好 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 请问我父母从小如果给我空间 或者教育啊 可以发展 像我这样子有创意 独一无二天才啊 那我其实不确定 那个独一无二天才这一部分 但anyway 我是觉得说 就是教育的方式 其实我爸就是 教育我的方式 大概就是 就一个叫做苏格拉底方法 或者叫做成婆法 就是我从小就是看他的那堆哲学书啊 对话路上 那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他并不会教训我 说一定要接受什么价值观 相反的 他可能给我唯一灌输的概念 就是不要被别人灌输任何概念啊 就是自己啊 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每次提出自己的主见 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 他就会开始提醒我 我的主见里面前后矛盾的部分 过度破产解释的部分 或者是 这个 没有自己搞清楚自己的预设的部分 循环论证 所谓概题 就是begining question 的部分 等等等等 那所以他就是运用逻辑方法 他自己 我问他说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我都没有表述答案是什么 但是我想出来的时候 就会被他千方百计的挑战 所以 意思就是说 我到最后就是 我不管想要争取什么东西 我都得有一个论述 那 我发现 我后来就发现说 我如果要争取一个论述 我得把反面的论述也想清楚 不然他一问我就倒了 那所以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那 有点像是我们在就是 参加变得比赛的时候 你事前不会知道 你要抽到正方还是反方 所以正方跟反方的论据 都必须要充分的准备 那也就让我了解到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放逐四海而接转的东西 都是在当时当地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然后觉得说 我们约对一个共同的价值 我们就愿意用这个方向发展而已 那无形之中也让我变得比较喊荣 就是别人有不同的价值观的时候 我就很好 我们可以彼此学习等等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 与其说是教育我什么 不如说是 他没有灌输我特定的东西 而且透过不断的挑战 来强化我自己就是发展论述的能力 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的方法 那我妈当然是很有意思 就是她教育我就是说 因为她自己非常会写东西 然后我其实从小的这个生长的经历啊 在国语日报 儿童 儿童史报 对 然后在这个她办的一些刊物啊 或者是她参与的一些刊物啊 等等等等 她就会都把它写出来嘛 那我就一直觉得说 她就有点伸脚 就是教导我说 一个人她的一些比较私人的 或者是个人的感受和情绪 你如果自己想不清楚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分享给别人 但是当你一旦能够想清楚 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的话 它就变成不是你自己的 而是一种比较普世性的 有点像是文化啊 或者创作啊等等 就是别人又可以在里面再继续创作 的这样子一种东西 所以就是说 公司的这个界限 其实是取决于你自行跟表达能力有多好 那这个也是一种 比较突破性的一种想法 那但是她因为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写作的习惯 那所以我从小也开始了解到说 原来就是自己的创作可以分享出去 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而已 那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一个蛮好的一个创意上面的一个教育 好 那有六位朋友们想要知道 这看起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两岸的关系在经过武汉肺炎之后 后续的发展方向与变化会是如何 所以讲的可能是太平洋两岸 那好 大概不是太平洋两岸 太平洋两岸这个比较好回答 好 那台湾很想想的关系 我会觉得说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accountability 变成我们的一个关键字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在文化上面 科学上面 经济上面没有交流 但是我们对有accountability的要求 会比以前要来的高 那尤其是PRC这一次 当然我们是没有跟他们买那么多的这个口罩 但是那些实际有买的 都实际看到没有accountability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 我们这边有了一些内控机制 就是包含新闻自由 就是随时可以就是有深度的调查报道 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弊案 有什么品质的问题要什么东西 其实至少新闻界会就是keep us honest 那而且我们也没有像我们这边那么好的就是 就是公民的叫我们叫做宽品人权 然后他可以自己组织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 专门监督政府的一些 不管是人权组织啊 或者是老公组织啊这些组织 那同样的我们如果有真的做不好的地方 他们第一个知道 而且马上就是国际上这个国际结枝 那所以我们自然也不会去做这个太夸张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就是 新闻记者跟公民社群的这两个制衡的力量 在PRC里面是相对比较弱的 我是讲的比较客气了 那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的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说 即使是他们的中央层级的政治领导人 也很难知道具体到底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所以这个在治理上面 其实是一个类似防点的一个东西 所以当国际跟他要求看ability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回去去问说 那是不是我们 其实他们现在有很多反思的声音啊 就是说当时对于文洋医生那样自在处置 是不是表示我们制度上真的哪里出问题 那我们如果制度上面可以稍微改进一下 至少有一些新闻自由开始出现的话 那是不是之后碰到这种 就是大规模的事件的时候 整个社会可以就是不要再去犯网假言这种东西 就是说整个社会它的反应的速度可以比较快等等 所以我想他们内部也不是没有反省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坚持 就是说做生意啊 做文化交流啊 做学术交流啊 当然可以 但是要accountable 那如果不会含否的话 那就别想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这边 我觉得可以很持手术的价值 那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被国际群众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每天的那个记者会 记者问不管再刁钻古怪的问题 然后就是在这个断章取义 在做任何这个在外面看起来都是一种 非常不可思议的不友善操作的时候 那我们城市会官还是保持它一个救世论事 而且不是他来教导 是大家一起借着这个疫情共同学习的 这样子一种非常能够给出交代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种给出交代的文化 接下来会变成就是我们 就是台湾在世界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价值基础 想到台湾就会想到说我们是一个accountable governance 那今天大家先这样再想 谢谢大家 这个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们政委 我刚刚听的也很愉快 他刚刚讲因为我已经超过65岁了这样子 所以想这人生大概要完蛋 创什么东西都会在讲 这坏老婆子在做什么这样子 他说创新不是只有青年 所以创新是新创 只要你有新的ID 你敢提出来 你敢跟别人分享 其实就是我们都有这个机会这样子 那我刚刚也听 其实刚刚卡维上同学问到说 他的这个培养性 其实我觉得他的奉献非常好 inclusive 对不对 就是我不领导你一定做什么 但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对自己能够交代这样子 你要在逻辑上交代的过去 不能够自相矛盾 今天想要做理论这种 对我什么都做不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听这个 他刚刚而且几张照片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这样子 包括能够说服我们行政院长的那几张照片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这样子 就是让这个神县长的年纪还比我大这样子 让这么年纪这么大的人 因一做这么能够自我开玩笑的这个照片 可以跟启动吗 真的是不容易 那可见说 事实上人都有创新的能力 那我们有问到说 这种文化其实是包容这样子 包容跟耐性 可是我们长期在台湾企业界的训练 我们是效率跟速度 所以我说我们过去能够在制造业 代工业创造那么高的价值 真的是一种所谓效率模式 那我们今天想走入创新模式 其实包容跟这种多元的接纳非常重要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对这些人讲这里面就有成本的问题 这里面就有时间的问题 那我们要有一点耐心 如果你永远只是讲求效率跟成本的话 要做到那一种创新困难点也会高价值 刚才也讲 其实不管年龄 不管性格 国内国外 如果你能够有那样广广的多角度的事业的话 而且你也认定 只有在这样子的这个多角度跟包容的这个 这个心态当中 才能创造价值 你才能够真正做得到 让台湾产业的这个转型 所以我想 唐正伟真的 讲起来真的是 还是这么年轻的这个年龄 能够有这样子的历练跟修炼 其实是很不容易 那这个有时候 也是国家刚刚在这个面对挑战的时候 有这样的人能够把这个社会很多不同 或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透过不管是个人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理念 跟技术上 AI能力上的这个应用 那么替台湾重造非常高的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 能够有唐正伟来跟我们分享 是不是我们再一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